丈夫带了个年轻貌美帝小三回来,小三挺着肚子,周成说要和我离婚,娶那个女人,为了争取女儿的抚养权,我净身出户,本以为带着女儿的生活会不好过,没想到却意外发家致富,我抱着女儿喜极而泣,说她是我们家的福星,女儿却说,妈妈因为我真的是福星,在外人眼里,我拥有一个完美帝家庭, 丈夫无微不至地关怀,对我贴心地照顾,从不落下的纪念日礼物,婆婆慈祥温柔,是我这个儿媳如己出,女儿漂亮乖巧,听话懂事,从不让我操心,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即便工作总是很忙,经常没空回来陪我们,但每逢节假日都会抽出时间带我们旅游,所以我也大方, 从不抱怨她的缺席,反而教导女儿说要体谅爸爸的劳累,然而女儿十三岁生日这天,本该没空回来的丈夫却出现在家里,身后跟着一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她打扮漂亮,妆容精致,看不出来年龄,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周成就对着我跪了下来, 对不起,贺柔,我爱上了小平,我不能没有她,求你成全,说着,她拉起我的手,竟开始哭了,她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我第一次见她如此失态地哭,我一时没能接受这个打击,身子一歪就要瘫倒在地,是女儿的搀扶让我不至于那么狼狈,妈,女儿喊我, 但我脑子嗡嗡地,说不出来话,眼前的男人还在继续,贺柔,真的对不起,我给了周成一个耳光,周成,我哪里对不起你,我为你守住这个家,你这么对我,说着,我又攥紧了女儿的手,彤彤才十三岁,你这么做,你这么做,我真的很生气,落下泪来,哽咽着发不出声,听到动静的婆婆跑下楼, 看到这场面已经明白了一切,她冲过来,抄起扫把就要往周成身上打,逆子,你看看你做的什么好事,你怎么敢的,她身后那个一直安静的女人冲到她面前,阿姨,姐姐,你们不要再怪阿诚了,要打要骂冲着我来吧,周成则将她护在身后,小平,你正怀着运呢,出什么风头,小心我们的儿子, 周成的半边脸还红着,神情却坚定得很,死死地护住那个小三,她怀里的女人,择色缩着,看起来好不可怜,好一对狗男女,一听到,儿子两个字,刚刚帮着我们的婆婆也没声了,周成安抚好怀里的女人,站起来对着我说, 她说,贺柔,你自己知道,童童出生后,你对我,对我们这个家,已经没有用处了,小平不一样,她出现后,我的生活都开始转运了,公司签的也都是大单,还给我怀了个儿子,我身体颤抖得厉害,脸色苍白,女儿一直想我我身边靠,手却被周成一把拽住,童童你以后跟爸爸,她对着我说,这也是为你好。 贺柔,你一个女人家,和我离婚之后还得另找其他人吧,童童留在你身边吃不好穿不暖的,肯定会成为你的脱油瓶,还耽误你重新找人,我一愣,没有接话,她说的没错,女儿还小,跟着我肯定过不上好日子,叫小平的女人对着女儿假模假样的一脸温柔, 童童你好,我是你林阿姨,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女儿却甩开她的手,紧紧地抱住我,不,我跟我妈走,她稚嫩地脸旁望向我,满脸地祈求,妈,你和她离婚吧,我跟你走,沈平不怀好意地探出头, 姐姐,如果你要和阿诚强女儿的抚养权的话,阿诚可是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女儿文言更是抱紧了我,妈妈不要丢下我,我跟你走,我的眼泪已经蓄在眼眶里了,看着她幼小却倔强的模样,我怎么舍得丢下她一个人,我回抱住女儿,好,妈妈什么都不要,妈妈只要童童,周成冷哼, 这可是你说的,我们现在就去把离婚办了,把离婚协议写清楚,省得你以后再回来找我要钱,离婚来得太突然,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加上周成和沈平知道我舍不得女儿,一个劲地拿女儿威胁我,最终我是拿到了女儿的抚养权,但房子,车子,财产,一样都没有给我,完全是净身出户, 一切妥当之后,我拎着我们娘俩简单的行李,带女儿离开,临走,我看了眼我婆婆,她迅速把视线躲开了,她默认了周成和我离婚,也默认了周成在娶那个叫沈平的,怀了周成儿子的女人,我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带着女儿去找临时住所,出来的时候外面再下雨,这种雨天不好打车,我本想放弃的, 但女儿劝我再等等,立马就有一辆出租车停在我们面前,上车之后,司机问我们去呢,我也不知道能去呢,就让她找附近有没有酒店,我太累了,靠着窗户昏昏欲睡,手机上的消息也无暇顾及, 还是彤彤帮我点开那条消息,说是之前住过的一家酒店,最近他们家搞抽奖活动,彤彤跟我说想去那住,于是我跟司机说,开车去那家酒店,到了酒店,前台让我们抽奖,我本来不愿意,女儿却要求我尝试一下,于是我让女儿抽,彤彤抽中了特等奖, 前台兴奖,前台兴奋地说,女士,恭喜你们抽中的特等奖,可以免费在本店吃住一周,我也没想到运气这么好,有点猛,入住之后,我才恍惚着反应过来这一切,但这个酒店,最多只能提供我们一周的保障,因为离开周家, 我连娘家都回不了,当初我嫁给周成的时候,我爸妈并不同意,因为当年周成只是个穷小子,连彩礼都拿不出手,但我不听劝,加上当时周成足够温柔负责,承诺以后一定会让我过上好日子,我一气之下和家里人断绝了关系,嫁给了周成,婚后周成确实按照他说的那么做了,对我很好。 我们手里拿着并不多的几万块钱,东拼西凑借出来十几万,开了家小公司,公司刚建起来的时候很累,当时我还怀着孕,但还是陪着他一点一点熬出来,日子稳定了之后,女儿也大了,我就待在家里当全职太太了,没想到造化弄人,一个下午过去,我终于振作起来,我看着旁边一直陪伴着我的女儿,很是愧疚, 对不起童童,妈妈也是冲动了,现在想想,跟着我,你是过不上好日子的,今天还是你的生日,妈妈很抱歉让你有这么不好的经历,女儿却回报住我,没事的妈妈,我愿意跟着你的,听到这话,我有些欣慰女儿如此乖巧,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我擦干眼泪,乖宝,妈妈这几年也存了一点钱,够我们用一段时间,我也会去找工作,不会让我的童童跟着我吃苦的,她却无所谓地摇头,没关系的妈妈,我有钱,我不明所以,疑惑道,你有钱,你有什么钱, 女儿笑着从她的行李箱里找出一张存折,递给我看,这是我前几天中的彩票钱,我很惊讶,接过来一看,很激动,五十万,奔波劳累了一天的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刚从女儿手里接过来的存折,不敢置信连连追问,这钱怎么回事, 我又仔细把名字和金额核对一遍,确定是五十万没有错,女儿挠了挠头,其实早在之前,我就看出来我爸出轨的痕迹了,听到这里,我一愣,女儿才十几岁,却早已看出周成的出轨,可想而知她做得有多么明显,但我却丝毫不知,女儿看出我的想法,叹了一口气,是你太信任她了,是啊,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长太长了,我和周成相互扶持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没想到却在本该幸福美满的时候出了差错,周成变了,而我却还守着一颗赤诚之心,甘愿在家做全职太太,如今再说,这些,也是令人唏嘘不已, 女儿接着说,当时我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某天和朋友出去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看见一家没关门的彩票店,于是把餐厅刚找临来的几十块钱刚报,在彩票店用我和我的生日随机组合买了五十张彩票,不多不少, 每张中了一万,刚好卡在不用内税的边界,短短一天的时间里经历了如此的大起大落,我实在有点接受不过来,在十分确信这笔钱真的是属于我们的以后,我紧紧地搂住身旁的女儿, 泪眼朦胧,喃喃自语道,上天保佑,上天保佑,有了这笔钱,起码我们生活是有足够的保障,其他事情就好说了,我又回过神来,想起了刚刚路上打车和酒店抽奖的幸运,于是说,彤彤你可真是我的小福星, 女儿只是回报住我,没有说话,我是后来才知道,我的女儿彤彤,真是福星,我在和彤彤归话以后的安排时,我的电话响了,是我妈打来的,说是我爸病了,希望我们能回去看看她,我蛮惊讶的,因为在此之前,我爸我妈那边已经好久都不曾跟我们联系过, 我妈语气很软和,我一心软,当即答应,明天就带女儿过去看望,隔天我买了很多营养品,到了我爸我妈发现,我爸只是感冒了,同时,不止我爸妈,大哥,大嫂也在家,我爸妈重男轻女,他们带我,一直不如带我哥那样好,他们不同意我和一穷二白的周成结婚,想必也是因为没有把女儿卖个好价钱吧, 我刚结婚那会,我爸妈更是对我苛刻,每次回去都冷嘲热讽的,后来周成生意做起来了,他们又要求我买各种东西,买不好就会骂,基本上一进门就没什么好脸色那种,然而这一次,一家子都特热情,饭桌上,我妈不停给我夹菜,说是要多补补,我还在揣测他们的心思,就听见我妈问我, 贺柔啊,最近和周成过得怎么样啊,我沉默了一会,半赏才滴滴滴回,挺好的,我不想告诉我妈离婚的事,至少现在不想,大嫂紧跟着说,要我说呀,还是贺柔嫁得好, 这不,天天住的都是大别墅,不像我们,就窝在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嫁得好,我刚结婚,那会你们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说着,大嫂又称怪地拍着大哥,还不都是你,大哥陪着好脸色,我妈顺着说,是啊贺柔,平时啊,你和周成应该多帮衬着你哥哥嫂子,咱们都是一家人,好了,装不下去了吧。 这下,谁也不会看不出来,他们动得什么心思了,我脸色已经冷了下来,停了筷子问,说吧,这回又要什么,我妈喜笑颜开,哎,还是贺柔懂事,这屋子给我们住还是太小了不是,附近那个小区最近不是开盘了吗? 我们已经想好了,换一个四房两厅的房子,马上放暑假了,你侄子也该从学校回来了,三间屋子住人,另一间做成书房,给他看书,多好啊,而且新楼盘不贵,也就三百多万 这个地段,以后指不定还要升职呢,我看着他们畅想未来,觉得很讽刺,我淡淡地听完,回到三百多万,我没钱,我妈笑容瞬间就僵了,怎么会呢?周成最近生意不好吗? 我跟他离婚了,一直沉默地,我爸猛地站起来,你说什么?我说,我跟他离婚了,周成出轨了,你这孩子,离婚这么大的事,你怎么都没跟我们说一声呢?大嫂看向我,那周童,童童跟我,林贺柔,你也老大不小了,带着童童,一个女娃,怎么找下家?说离婚就离婚,谁养你们?我爸看上去,气得不轻, 我也生气了,周成出轨了,难不成我还要容忍他吗?男人哪有不爱,完的,你一个女人家不体谅他也就算了,我妈在旁边坐和事佬,一边安抚我爸,一边又安慰我要向前看,不要听我爸的,等等,我还没来得及平复心情,就听见我妈说,贺柔啊,那周成应该也给你分了不少钱吧? 我睁大了眼睛,错愕地看向我妈,妈,出轨的是她,受到伤害的人是我,为什么你们从来不关心我?一个劲得在乎钱钱钱,我妈见捞不到好处了,直接摊牌,女儿嫁出去就不归我们娘家管了,离不离婚是你们小两口的事,但我永远是你妈,你得赡养我,我管你和周成在一起, 还是什么其他成在一起,总之你必须要给我钱,我是净身出户,你凭什么要净身出户?你,后面他们骂得好大声,我听见我妈说我没用,说女人家离了男人是活不了的,我听见我爸骂我白痴,没长脑子, 还有大嫂假装好心地劝我,赶紧把我这个脱油瓶累赘送去还给周成,去找周成份财产,这些我听得不是很完整,因为女儿瑟瑟发抖地到了我旁边来,我必须捂住她的耳朵隔绝这些声音,我气得直抖,一边护着女儿,一边大声对他们一群人,女儿却抱住我说,妈走吧,我闭了闭眼,接着收拾东西, 脸色很冷地对我妈说,妈,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妈,我算是看透了,你们从没把我当女儿,只是把我当捞钱的工具,无论是一开始阻止我嫁给还很穷的周成,还是现在指责我离开小友富贵的周成,既然如此,我也没必要认你们,从今天起,不管我日后混得如何,我不会再回这个家,我往后只有我女儿, 我女儿同同一个亲人,我女儿也只有我一个亲人,和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在没关系,回到酒店,我还有点没缓过来神,女儿一直在旁边陪着我,像是为了逗我开心,故意说些趣事给我听,我欣慰地看着她如此懂事的样子,也意识到自己不能就此一蹶不振, 我打开手机,看自己的银行账户,妈这么些年也存了几十万,但肯定是不够的,我得出去找工作,女儿却说,妈,不如我们重新开一家店吧,我和周成那会就是白手起家,开的网店,我们都有些经商头脑, 加上年轻不服输的性格,即便当时身无分文也算闯出一片天,如今手头也有同同重彩票得的闲钱,用来创业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提议,于是我开始找住处和着手安排公司的事,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转眼我们在酒店享受的特权已经没有了, 把行李收拾完,我带着女儿退房,在前台碰到一个我的熟人,林贺柔,是我的大学同学,蒋生,蒋生琪实在周成手底下做过管理,但她的能力出众,加上她本身的经营理念和周成大有偏颇,没干几年就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在她的介绍下,我得知她打算单干开网店了,并且已经找好厂子, 我一听,乐乐,问她,自己能不能入伙,蒋生有些犹豫,问,我开公司的话,和周成是竞争关系,经过一个星期的调理,我早就看开了,简单地带过了自己和前夫的关系,我和她早就没关系了,这你不用担心,虽然是相爱十几年的丈夫,但是她出轨在先,我也不应该多做留恋,蒋生这才能不能入伙,蒋生有些状豫,问,我开公司的话,和周成是竞争关系,经过一个星期的条理,我早就看开了,简单地带过了自己和前夫的关系,我和她早就没关系了,这你不用担心,虽然是相爱 再松了一口气,也没问具体原因,就开始和我聊起了合伙的事情,曾经一起共事过,她对我的能力很放心,我跟她说了我们的情况,她当即说她有个朋友正在出租一套经济实惠,交通也很便利的房子,很适合我们母女俩直接领包入住,我很感激她,女儿看上去也很喜欢她,软糯地道谢,谢谢蒋叔叔, 我抱住她感慨,我们彤彤果然是我的小福星,她还配合我,对着蒋生说,是的,叔叔,我运气很好的,你拉我入伙,我绝对忘你,蒋生听了之后笑得很爽朗,那就借你急言啊,彤彤,以后我们定会生意兴隆,住到新家之后,女儿提议去买一辆车,彤彤中奖的五十万投了一部分给蒋生开店, 剩下的钱,用来买一辆代步车确实不错,毕竟以后要去第三方选品,总是挤地铁打车也不方便,但没想到在4S店里,撞上了熟人,是周成和沈平,周成是来帮小三买新车的,看到我,沈平高调地喊, 林贺柔,你在这打工吗?怎么还带着个脱油瓶啊?脱油瓶说的是童童,她语气神情里满是小三上位成功地得意,说我可以,但我不想听到从她嘴里吐出的任何关于童童的事, 于是我冷哼了一声,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把顾客看成接待,你应该是眼睛出问题了,我建议你别看车了,赶紧去医院看看眼睛吧,小三脸都气歪,就要对我发作, 真正的销售顾问赶忙过来,安慰她的情绪,在展示台前,沈平嘴上还在喋喋不休,她挽着周成的手看着我们,盛气凌人说道, 有些人啊,脸真大,一副穷酸样还敢来着买车,也不看看自己能不能买得起,能不能买得起,与你没关系,我大度,懒得和她斤斤计较,只淡淡地回过去,接着去看车了, 沈平不死心,继续对着我阴阳怪气,林赫柔,我看那你是藏了不少我老公的私房钱吧, 才离婚就买车,看来还藏得不少,哟,这么快就叫上老公了,他又伸手掐周成的胳膊,周成,他那么爽快地净身出户, 背地里不知道藏了多少钱,那本该是属于我和我肚子里的儿子的,周成连忙劝他,安抚他, 我还没来得及发作,女儿就先一步回队道,我妈和周成已经离婚了,就算之前我存了什么钱, 那也是婚内夫妻共同财产,那已经是我们的了,现在你想讨回去,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我也淡淡地扫了一眼沈平的肚子,更何况,你一个小三尚未的有什么好得意的,你若看不过眼你可以报警捉我呀, 来,手机给你,报警啊,你,你,见我如此咄咄逼人,沈平气得脸都歪了,阿诚你看他哎呦,我的肚子, 沈平见在我们这站不到,便宜,开始捂着肚子,装疼,刚刚还一副事不关己的周成, 立刻紧张起来,他恶狠狠地瞪着我们怒道,你们别太过分,要是我儿子要有什么闪失,我不会放过你们, 他把那女人小心地护在怀里,心肝宝贝地追问哪里疼,要不要去医院,这话对我起不到任何威慑力, 我牵着女儿就走,丢下一句,也不知道是不是亲生的,真晦气,早知道不挑今天来买车了, 是的,这辆车很符合我们心意,颜色是女儿和我都喜欢的颜色,性能也很配得上它的价格, 刚刚的体验感也很好,所以是完车回来,我就准备付钱了,然而销售顾问一脸, 歉意地说,我们是的,这车被人提前给钱买了,而这车在这家店只剩这一辆了, 我看着迎面走来的沈平,他嘚瑟地炫耀, 这车是我们的了,这车挺贵的,你林鹤柔要买的分期好多年吧,我们就不同了, 我们是全款,你和周同两个人相依为命也挺不容易的, 真心想买车的话还是挑点便宜的吧, 说完,他推开我,带上销售顾问去办理提车手续, 我觉得他不讲理,想要抢回那辆车, 但女儿却拉住我的手阻止了我,妈,算了吧,这辆我们就不要了, 看着女儿满脸的坚定,我选择听她的,但还是不服气, 于是去找这店里的负责人评理,销售为了安抚我们, 给我们推荐了另一款性价比也很高的车, 还给了很大的折扣,我原本都不想再在这店里带了, 但看他们推荐的一款也确实不错, 还给了那么大的折扣,也就买下了, 这会儿周成和沈平已办好手续,放了李花拍了照, 已经提车成功,两人都上车要离开了, 然而沈平还不死心, 看着我和我选了另一辆车,出口嘲讽, 你们也就配这种低等的车,毕竟是从我们家偷出来的钱, 可要省着点花,我气不过,刚想回过去, 周成泽已经带着沈平开车离开, 女儿站在我身边,眼睛却盯着那辆远去的车, 我们提了车正要开走的时候, 刚刚招待我们的销售突然跑进来招呼所有人, 快救人哪,刚刚有位提了车的客人连人带车栽进河里了, 刚刚不会是周成和沈平吧, 我和女儿对视一眼, 人鸣关天的事情犹不得迟疑, 马上开上新车, 也前往销售说的河边, 河离四大线不远, 大概就两分钟的路程, 到河边, 发现翻到车里的, 果然周成和沈平才提的那辆新车, 旁边已经有人报警喊救护车了,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是正正地看了河里翻涌的车好一会儿, 两久, 我才意识到, 不对, 那辆车原本就有问题, 如果是我们买下了那辆车, 那现在出事的就是我和彤彤, 我将女儿搂入怀, 余计未消, 还好还好, 幸好提那辆车的不是我们, 还是我的彤彤聪明, 幸好听了你的没有和他们争, 我和蒋生的网店开起来了, 由于选品, 眼光, 独特, 货品总能紧跟网络风口, 短短几个月时间, 网店越做越大, 从刚开始两个人卖货到, 后来慢慢成立工作室招人开拨带货, 当然, 手中积蓄也跟着翻了好几倍, 蒋生总说, 多亏了彤彤望我们, 我也跟着附和, 是啊, 彤彤就是我们家的福星, 我们气运好了, 就有人倒霉了, 听说周成和沈平结婚后, 无论是生意, 还是家里都迫事连连, 他们隔三差五地总会出点小意外, 车子被碰瓷, 家里遭贼, 被失灵的电梯门夹到, 种种想不到的事情层出不穷, 更加让我意外的是, 婆婆生了重病, 正在医院躺着, 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挺犹豫要不要回去看看这个老太太的, 毕竟她带我们不薄, 但是想想, 人家也不一定还想见到我们, 于是作罢, 周成的生意更是一落千丈, 产品不合格, 客户要求赔偿, 方案不被采纳, 客户直接换公司, 公司里有能力的老员工被对头公司, 纷纷撬走, 为了迅速能得到大量资金, 周成竟然还去赌博, 到头来钱没赚到, 又亏进去一大笔, 那次去买车的时候, 他们已经没那么多钱了, 不过是沈平不满足他的虚荣心, 所以对我们冷嘲热讽, 真正打肿脸充胖子的, 其实是他们, 后来他们的车开进河里, 沈平和周成都受了很重的伤, 他肚子里的孩子本就没几个月, 正是胎位不稳的时候, 那次受了惊吓, 孩子直接没了, 周成被压断了一只腿, 几个月的时间, 他的头已经凸成地中海, 后面一圈的头发也白了一大半, 整个人憔悴如鬼, 上次见到他是在童童的学校门口, 我去接童童放学, 他就在门口蹲守我们, 见到童童, 他就疯了一般地扑过来, 福星, 把我的福星还给我, 我被吓了一跳, 赶紧护着女儿, 还好学校门口警卫森严, 周成坐在轮椅上, 也不方便行动, 很快就被制服住, 这件事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造成影响, 但我却注意到当时, 周成嘴里一直在念叨的, 福星二字, 我仔细一想, 从离婚到现在, 我一路顺风顺水, 其中大部分决定都是听了童童的建议做的, 与此同时童童离开了周成, 周成周围的磁场就变了, 我又联想到上次买车时的事, 越想越不对劲, 可是, 童童又是做到的呢? 我忍不住想, 莫非小说里说的, 重生, 穿越, 系统, 什么的是真的, 还是说, 就像周成所说, 我的童童真是福星, 童童还是一如既往的上学,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 但我总忍不住乱想, 看他的眼神也微妙起来, 童童像是察觉到我的顾虑一般, 某天晚上主动提出要和我聊聊, 张口第一句就把我吓到了, 他说, 其实我真的是福星, 在周同的描述下, 我知道了真相, 他说他是福星转世这件事, 从他有记忆开始就知道, 第一次见到你是在寺庙里, 我当时被安排考察人间, 于是先幻化成了猫, 降临在寺庙里, 出来乍到, 寺庙里的原住民很凶, 常常和我打架, 这对我来说其实没什么, 但恰好就是那次他们欺负我, 被你看到了, 我惊讶地说不出话, 但听他这么一说, 我倒确实想起来, 很多年前, 我在寺庙救下过一只猫, 那个时候, 我和周成的事业刚刚做起来, 我们去寺庙祈求佛祖保佑, 生意兴旺, 同时也希望能尽快得子, 临走前, 在草丛里发现了几只猫在打其中一只猫, 那只猫看着很瘦小, 惹人心疼, 也不会反抗, 周成劝我别管, 但我看不下去他这么可怜的样子, 所以将他带了出来, 手却也被其他猫划伤了很多口子, 但将猫条喂到那只猫嘴里后他的满足, 让我知道我的举动是对的, 我本想将他带回家养, 但那时候我和周成在备孕, 也实在没精力去照顾另一个小家伙, 或许是他看出了我的犹豫, 主动跳出我的怀抱, 往寺庙里走了, 我是舍不得他, 但既然他也没有要和我一起回家的想法, 我也不会强求他, 这件事很小, 我没过几天就忘了, 如今就是重提, 我不由得更加惊讶, 所以我的女儿, 其实是只猫, 等等不对, 按照他的讲法, 他是福星, 所以是小神仙, 统统看我震惊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 接下去说, 我一直记着这份恩情, 所以等我修炼到能化身人形的时候, 就变成了你的孩子, 还好, 我没选错人,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你们都对我极好, 无论如何都没有让我受苦, 我对人类之情没什么触动, 但我很喜欢你, 所以这么久以来, 我一直在用我的福星光环守护你们, 所以我们这些年的财富积累, 其实都是你的好运气给我们的加持, 统统沉没了一瞬, 摇了摇头,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我还有一个天赋时可以看到别人的气韵, 行善积德的, 好运的人头上往往闪着金光, 而作恶多端的, 倒霉的人则浑身缠着黑气, 你和蒋书书头上则闪着金光, 所以就算没有我, 你们迟早也会得到好的结果的, 只不过我的存在可以让这个结果提前, 也更容易实现, 至于周成, 之前她的确是个好人, 现在则不是了, 那个沈平更是如此, 浑身缠着黑气, 难怪童童第一次见到她, 就往我怀里躲, 我又细细琢磨了一下她说的话, 消化了好久, 才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 这下倒是所有的细节都一一对应上了, 见我呆愣住, 童童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这么说, 你会不会, 我知道她在顾忌什么, 怕我觉得她不是什么正常人, 从而害怕她, 可是怎么会呢, 她是我们家的福星, 我高兴还来不及, 更何况, 无论如何, 她都是我养育了十几年的女儿啊, 我将童童抱入怀中, 安抚她, 无论如何, 你都是我的女儿, 谢谢你来到我身边, 周成一家的报应还没完, 听说她为了赚钱, 沾染了黄赌毒的生意, 即便如此, 她还是欠了一屁股债, 最后的结果出来, 她被判了十年, 公司没了, 钱没了, 房子什么的也全都没了, 再次见到沈平和婆婆, 是在原本我家住的那个别墅区, 我跟着蒋生赚了不少钱, 于是买了一栋别墅, 就在原来那块区域, 我和女儿正式入住新别墅那天, 正好婆婆和小三从别墅里搬出去, 正门口就那么一点大, 想不见到都难, 我婆婆一眼就看到我们, 她把行李什么的抖丢给沈平, 把腿就向我们这边跑过来, 她拉住我的手, 一把鼻涕, 一把泪, 贺柔, 一直是我们家对不起你, 是周成那个不争气的想要儿子, 所以采取了沈平, 她心里有你的呀, 你们走后, 我总是想起以前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 整夜整夜睡不好觉, 妈求你, 看在以前我们婆媳一场, 你和周成夫妻一场的份上帮帮我们吧, 我冷笑, 真有意思, 她周成让我带着彤彤, 净身出户的时候, 想过我们夫妻一场吗, 你默认你儿子把小三迎进门的时候, 想过和我婆媳一场吗, 这个时候, 旁边一直浑浑噩噩的沈平冲过来, 一把把行李劝丢在地上, 一个老不死的, 墙头草, 之前要不是你生病花了不少钱, 现在我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吗, 你们谢家没一个好东西, 自从我儿子掉了之后, 对我不管不问, 完全没有值钱的细心照顾, 现在周成也进去了, 我不要再和你们家有任何关系了, 这日子爱谁过谁过吧, 老娘要去找新生活, 说着, 踩着高跟鞋登登登就跑开了, 我婆婆摊坐在地上, 又抱住我的腿, 喝柔啊, 妈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你行行好, 帮帮妈吧, 我一直把你当亲女儿啊, 我去你家当保姆, 我不要钱, 就添双碗筷的事, 你看行吗, 我还没来得及作声, 来了一个人蛮横的将我婆婆拉开, 行什么行, 到这个地步了, 还敢来找我家要钱, 是我大哥, 我婆婆还要赖, 大哥把他甩到一遍, 又仰起手掌, 恶狠狠地吼, 再不滚, 老子打死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 赶紧滚, 再赶过来, 我掐死你, 我大哥那个魂不吝的模样, 我婆婆也知道, 顿时也不敢造次了, 灰溜溜地拖着行李, 跑走了, 真是一物降一物, 赖皮得怕横的, 大哥换上一张笑脸, 将一个礼盒递到我面前, 贺柔, 我来看你和彤彤, 我轻挑眉, 我和彤彤用不着你来看, 大哥嬉皮笑脸, 贺柔, 我知道, 你恨我们, 之前我们是挺对不起你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血浓与水的关系, 你看, 你侄子还在上学, 你嫂子也挣不了多少钱, 还要养爸妈, 一个家全靠我一个人撑起来, 我对她还没有对我婆婆的耐心, 毕竟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吸我的血, 说是血浓与水, 其实还不如外人, 于是我没理她, 直接打了个电话给保安, 保安嘛, 这边有人骚扰我, 麻烦过来处理一下, 大哥大吼, 林贺柔, 我是你哥, 清哥, 爸妈说了, 你的就是我的, 你赚的钱就应该会给我们一家, 我看着他面目猙獰的样子, 只觉得恐怖, 很快, 几个保安过来, 一左一右架起大哥就走, 他被抬起来的时候还在叫唤, 但我们都没理他, 头也不回地走了, 没过多少天, 一则, 男子将妻子分尸, 导致父母自杀, 的新闻报道在网络上流传开, 我被通知的时候, 人都是猛的, 当时我们正在赶去蒋生家的路上, 今天是成立公司的一周年纪念日, 我们约好了一起去庆祝, 我把车停在路边, 哆嗦着打电话给蒋生告诉他这件事, 蒋生陪着我们去了警局, 前两天还在手机上看到的新闻, 突然就被通知是自家的事, 听完警察说完事情经过, 我面色沉重, 整个人像脱离一般, 差点就要倒, 接了蒋生的利财勉强站起来, 这件事的起因是, 五十万的钱分配不均, 至于这笔五十万的财产是哪来的, 蒋生告诉了我们答案, 那天去我家勒索不成, 大哥并没有放弃, 他不知道从哪得知了蒋生是我合伙人, 于是跑去蒋生勒索他, 他看出来蒋生对我有意思, 于是打着未来小舅子的名号向蒋生要彩礼, 张口就要几百万, 蒋生也是好脾气, 真给了他钱, 不过是五十万, 说是剩下的等真正结婚了再不上, 大哥高兴了, 拿着钱就往家走, 他并没有跟大嫂说要倒了钱, 而是天天出去花天酒地, 吃喝嫖赌, 被大嫂发现了, 然后他们开始争论钱的分配问题, 激动地吵起来了, 大哥一气之下把大嫂推下楼了, 我爸妈都看到了, 他们不想被抓, 于是大哥丧心病狂地把大嫂的尸体分尸了, 装进垃圾袋里, 然后我爸妈帮着一袋一袋往下水道里丢, 但是我爸妈年纪大了, 经不了这个刺激, 他们觉得这样活着不如死了, 于是在家里开煤气自杀了, 邻居之前就看到了他们的行为觉得奇怪, 加上楼道里若有若无的血腥味, 报了警, 警察到了家里才发现两位老人已经死了, 而大哥还在打麻将, 被抓到的时候他还抵死不从, 证据拿出来之后才被绳之以法, 他因为勒索, 故意杀人加分尸, 被判了死刑, 剩下没被他花完的财产, 加上他的房子卖掉的钱, 零零总总五十万也还给了蒋生, 听完, 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可怜也好罪有应得也罢, 一切都过去了, 我和蒋生料理完我爸妈和大嫂的后事, 在家休整了好些天, 就算之前再怎么痛恨他们, 毕竟也是我的家人, 我不可能落井下石地为他们的死感到高兴, 我精气神一直有些差差, 蒋生便趁着彤彤暑假带我和他出去旅游, 顺便散散心, 见多了外面的世界, 我的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一个暑假过去, 我终于重整旗鼓, 彤彤进入高中, 我也开始研究开另一家公司, 彤彤依然很懂事, 他的成绩稳步提升, 在他的复兴buff帮助下, 我和蒋生的生意也平不清云, 一切都稳定下来后, 蒋生向我求婚了, 他为人正直敦视, 温柔负责, 也并不介意我和周成之间失败的过去, 我和他在一起, 确实也越来越幸福, 我没有和蒋生说过同同的事, 但我想他可能 也或多或少猜到了一点, 因为他总说, 彤彤是我们家的福星, 忘我们, 我就和彤彤相识一笑, 彤彤说, 其实真正的福星是你们自己, 每个行善积德的人, 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好运气, 和闺蜜月月匆匆赶到警察所说的事发现场, 新房子一看就用心装修过, 可此时却被拉满警戒线, 法官就地勘察一番, 初步确认两人是触电而亡, 为首的警察递给我现场照片, 浴缸里的两人紧紧抱着, 其中的男人, 赫然是我丈夫, 其远昊, 我丈夫, 是那个说一辈子不会背叛我的人, 可他现在, 死都和小三紧紧抱在一起, 多讽刺, 警察那如鹰般地眼注视着我的一言一行, 远昊怎么会死呢, 明明前两天, 我刚送他去出差, 捂住刺痛的胸口,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杨女士, 请你节哀, 男性死者名为其远昊, 已确认是你丈夫, 他昨天就回市区了, 你当真不知道他回来了吗, 男警察审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收回递给我的照片, 随口说, 什么意思, 他这是怀疑我杀了我丈夫, 怎么可能呢,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回来了, 闺蜜月月扶住摇摇欲坠的我, 对于齐远昊的死, 他有些幸灾乐祸, 我就说渣男自有天收, 这下成真了吧, 月月别说了, 我难受, 我蹲在地上, 捂住胸口痛哭, 眼泪顺着下巴流了一地, 闺蜜月月将我随身带着的药丸拿出来, 递给我, 让我吃下, 我有先天性心脏病, 受不了刺激, 随身都带着保命药, 当着警察面, 我水都没喝就把药咽了下去, 警察这才对我放松警惕, 不再随时盯着我, 让月月扶我出去, 不让我在这带着受刺激, 现在的科技可真发达, 这才几小时, 我估摸着, 他们已经将我十八代祖宗都查得一清二楚, 月月扶着虚弱的我到小区长椅上坐着, 口中还在骂着我那刚死的丈夫, 我俩没坐多久, 看一妇女匆忙跑上楼, 月月说, 那一看就是小三的妈, 走, 上去看戏, 不得不说, 她是懂我的, 等了几分钟, 她扶着我去现场, 她说要看看小三家应得的报应, 我女儿怎么可能莫名其妙会死, 这不可能是意外, 肯定是有人谋杀, 刚出电梯, 我们就看见刚才匆忙跑上楼的中年妇女在屋门口声泪俱下, 周边围着些看热闹的住户, 请你节哀, 初步调查, 这是场意外, 一位女警察重复说着这句话, 在一旁看戏的闺蜜忍不住笑出声, 那妇女一看见我们, 脸上表情有些惊慌, 显然是认识我的, 这小三只三当三就不说了, 她家里人还知道我, 就有些离谱, 看她表情, 看来是知道小三有娶我而代之的想法, 只不过现在躺着的是她女儿, 不是我, 感到惊慌罢了, 其远昊的尸体已经送去尸检, 婆婆上前安慰我, 远昊的事, 是她咎由自取, 心语, 你不要太难过, 林儿需要妈妈, 我当初之所以同意 齐远昊的求婚, 最大的因素就是这位 儿子死了都不伤心的婆婆, 婆婆见我第一眼就说 我很像年轻时候的她, 齐远昊和我那瘫痪十多年的公共很像, 她说只要我肯和齐远昊结婚, 不犯原则性问题, 她会无条件支持我, 我当初不明白她为何如此说, 但她给的条件足以诱惑我, 现在, 她当初说的话, 我突然有些明白了, 我是怎么发现齐远昊出轨的呢, 应该是她有次回家偷偷换下有香味的衣服时吧, 那是三年前, 我刚生夏林儿没多久, 出轨的原因我也能猜到, 我生林儿时, 为了表现爱我, 不顾婆婆和我的阻拦, 她非要进产房陪产, 婆婆告诉我, 她是被护士扶着出产房的, 出来就吐了一地, 这是过后, 齐远昊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好, 可从不碰我, 我知道她有心理阴影, 她第一个出轨对象我了解过, 她和她都是婚内出轨, 刚出轨时, 她还会顾忌我, 只敢在外多待一个小时, 就说再加班, 后来见我不在意, 开始夜不归宿, 慢慢的, 只是公司二把手的她, 开始频频出差, 说公司忙, 两年前, 婆婆把齐远昊出轨的证据发给我, 让我和她离婚, 她说我和齐远昊离婚, 她就对外宣布断绝和齐远昊的母子关系, 齐远昊分文, 没有, 自然就蹦跶不起来了, 婆婆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没这么做, 齐远昊还没受到违背誓言的惩罚, 我就这样轻松地放过她, 这对我不宫廷, 我们的婚姻, 婆婆插手了, 她要求我们每天都回老宅睡觉, 我闲在家无事, 每天都亲手熬制补一心脾还安神的汤, 守着齐远昊喝完, 她以为我是离不开她, 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 咬定我为了林儿有个健全的家庭, 不会选择和她离婚, 她想多了, 我只是想看被我捧上云端的她, 在跌落云端时有多痛苦, 而且我对她越好, 婆婆对我也越好, 我卡里的钱就越多, 钱可比男人有用多了, 一年后, 小三怀孕了, 齐远昊没有删聊天记录的习惯, 每晚趁她睡着我都会翻她的手机, 这时是我翻消息的时候发现的, 我还没想到怎么行动, 婆婆就知道, 这时了, 她永远不会对我失望, 很多时候我都认为, 我才是她女儿, 而齐远昊是她女婿, 婆婆让齐远昊自己选择, 是净身出户还是自己去劫渣, 从小就在密贯长大的, 齐远昊选择了后者, 她也知道这次婆婆是真生气, 不敢违背婆婆的意思, 婆婆对我说, 她有林儿一个孙子就够了, 至于小三那边, 我和婆婆都没管, 她肚里的也是条小生命, 我们怎么可能会杀生呢, 这一切本来可以相安无事, 我安心带孩子, 她安心做小三, 可直到她生下一个和齐远昊不像的女儿, 是就变位了, 她闹着让齐远昊和我离婚, 齐远昊没答应, 拿着属于我的钱给那女人买房买车, 养着她们, 齐远昊怎么可能会答应和我离婚呢, 我俩可是签有婚前协议的, 如果她是过错方, 导致双方离婚, 她名下所有财产全部都是我的, 包括挪用转移的, 通通是我的, 这协议是请专业律师团队经手, 有法律效力的, 那女人蠢透了, 也坏透了, 她居然想害死我和我的林儿, 齐远昊默认了这时, 她以为我的棱角, 在这七年婚姻中已经被磨平, 她以为我变成了只能依附男人的吐丝花, 可她不知道, 我一直都是带着尖刺的荆棘, 那么多次, 怎么磨平呢, 追我三年, 结婚七年, 我们的感情, 以她默认谋害我和孩子的命结束, 杨女士, 您好, 电话内头发出冰冷严肃的男生, 您好, 请问有什么事, 我礼貌回话, 法医事件结果出来了, 那头声音顿了下, 您丈夫岂远耗死于触电, 并在她体内发现有西地内非成分, 两人玩得挺花, 请您继续说, 我哽咽着, 说不出的难受, 造成触电的原因是浴缸漏电, 那声音说完, 这句话就不说了, 我静静地等着她说下文, 过了很久, 她叹口气, 杨女士, 您不问经过吗, 还需要在枉我伤口上撒一次盐吗, 发现自己丈夫和她小三抱在一起死, 还不够吗, 歇斯底里地吼完这话, 我将手机挂了, 婆婆听完全成, 评价, 鸡蛋里挑骨头, 心语, 你不要介意, 养好自己的身子才是最要紧的, 听完婆婆的话, 我的心猛然疼痛起来, 蜷缩着自己身子, 难受至极, 这警察, 为何一直怀疑我, 婆婆按下铃声, 叫医生过来给我检查, 病房内忙乱一通, 我的病缓解得差不多的时候, 那天那位女警察提着水果栏来看我, 杨女士, 您好, 作为当事人的妻子, 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下您, 女警察笑容甜静, 和刚出社会的我还挺像, 您好, 请说, 我直指旁边的座椅, 让她坐下说话, 是这样的, 我们了解到, 您和您丈夫多年没有夫妻生活, 作为妻子, 您觉得正常吗? 女警察说的话, 每句都是刀子和坑, 我思索片刻说, 不正常, 不过我能理解她受到的心理伤害, 我指的是她陪偿我生孩子的事情, 显然警察那边是知道这件事的, 那您知道, 您丈夫在外面有情人吗? 我不知道, 手指无意地摸着被子边角揉搓, 女警察那双秀丽的眼, 一下就察觉出不对, 您撒谎了, 是的, 我一开始就知道, 她经常不归家, 为了孩子, 我选择了原谅她, 将手放进被子里, 我直直凝视着她, 抹着情不自禁流下的泪, 我哽咽道, 在婚姻里, 大多数女人都很卑微, 我也是, 我一直假装不知道她出轨, 来维系这段婚姻, 杨女士, 我能理解您的感受, 女警察顿了下, 继续问, 这次您先生是以什么理由不归家的, 他说他去出差, 需要一周, 我亲自送他去的机场, 我回忆起齐远浩的每次出差, 他为在外表现出自己是顾家, 好男人, 每次都让我送他去机场, 我都是看他过安检后才回家的, 想起这些, 我的心又开始发胀, 发痛, 捂住胸口, 婆婆上前, 青瓜着我的背, 安抚我, 心雨, 你别太伤心, 别难过, 想想林儿, 她有些生气地指责女警察, 警察同志, 你们调查的时候, 就不知道我儿媳妇有心脏病受不了, 刺激吗?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 若我儿媳妇被你们刺激出个好歹来, 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女警察收起自己的笔记本, 起身说声对不起, 就走出了病房, 她走后, 婆婆立刻给我办出院手续, 带上私人医生和我需服用的药, 就让司机带着我们去山里的别墅住下, 我伤心过度的身子, 不能再受任何刺激, 后面怎么处理的, 是闺蜜月月告诉我的, 齐远昊这事情被婆婆压得死死的, 没有一家新闻媒体敢报道, 月月兴奋地告诉我, 小三父母也不追究他女儿死亡的原因, 并要求立刻火化尸体, 说他女儿就是意外死亡, 不追究的原因我都能猜到有哪些, 警察在小三手机里, 找到了他购买西地内飞的链接, 还有很多条关于如何悄无声息的, 谋杀心脏病人的链接, 这些链接都指向小三想要杀我夺位, 他们俩死在浴缸中, 触电原因是电用恒温浴缸漏电, 这浴缸是这两年本事新兴的, 是一家号称舒适感极佳, 专门生产中高端品牌的浴缸公司生产的, 浴缸公司的创始人, 是小三的亲哥哥, 投资人是齐远昊, 他们家已经没了小三这棵摇钱树, 现在浴缸公司在出问题, 他们就彻底没摇钱树了, 这就是现实, 他们只得向现实妥协, 至于齐远昊那边是婆婆出面的, 他一边痛恨自己儿子出轨, 一边含泪签下意外身亡的文件, 处理好这事之后, 婆婆让司机接我回老宅, 他现在的坐镇公司, 没有空余时间照顾林儿, 林儿很乖巧, 他问我爸爸去哪里了, 我告诉他, 爸爸不听话, 被恶魔抓走了, 这孩子还安慰我, 妈妈别伤心, 林儿保护你。 林儿的存在会让齐远昊 想起他在产房出的丑, 很多时候, 他都会避开林儿, 林儿和他并不亲近, 他的离世, 对林儿的影响很小, 这是我乐意见到的, 齐远昊火化的那天, 我从他头上剪下一缕头发, 说是要留作念想, 殡仪馆工作人员同意了, 齐远昊火化后, 婆婆请大师算了个黄道吉日下葬, 我趁没人注意的时候, 黑掉别墅所有监控, 用石灰坟把齐远昊的 骨灰换出来, 全部倒进下水道里, 齐远昊,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 你当初求婚时说的话, 若是违背婚姻, 你就死无葬身之地, 你看, 我满足你, 你应该会高兴吧, 他下葬那天, 我泪眼婆娑, 亲眼看着工作人员 把装着石灰粉的棺材, 轻轻放入墓里, 安心不少, 这是解决后, 接下来的才是重头戏, 刚回老宅, 我们就看见别墅, 门外围着一圈人, 最中心的是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 正是小三的妈, 抱着小三的女儿, 你们说说, 有钱人就是这么欺负我们的吗? 有了孩子也不养, 我女儿跟着她, 可不知道她有老婆, 人没了就算了, 我还得再养她女儿, 我可怜的女儿呀, 怎么那么命苦, 这有钱人也重男轻女吗? 若他们不管, 我这就带孩子跳河, 不就是两条穷命吗? 这人真的是谎话连篇, 张口就来, 我们走近的时候, 那群围观的人听信妇人的话, 戴着有色眼镜审视着我们一行人, 你说这是我儿子的女儿, 有鉴定过吗? 婆婆不屑地看着地上坐着的妇人, 我女儿就她一个男人, 还需要什么鉴定? 这妇人是咬定, 这孩子是齐远昊的种, 她就是等着齐远昊火化后才来的, 这样就没法取证, 她太愚蠢了, 不知道这世上人死后 还能鉴定的东西有很多, 我晃着虚弱的身子靠近她, 低声在她耳边说, 你女儿还没离婚吧? 她大惊失色, 惊慌地看我一眼, 抱着孩子跑了, 周围的吃瓜群众看唱戏的主角都跑了, 一晃而散, 婆婆和姑姑搀扶着我回老宅, 姑姑边走边抱怨, 那孩子怎么回事, 远昊怎么那么糊涂, 还在外面瞎流肿, 你也是都不顾忌自己身体, 万一那婆妇推你, 你怎么办? 远昊的事情刚过, 你婆婆伤心劲还没过呢? 你要是再有个好歹, 家里就没人帮你婆婆支撑了。 你少说两句, 欣瑜有自己的打算, 婆婆语气冷然, 阻止姑姑继续说, 姑姑最怕的就是她大嫂, 我的婆婆, 她很听婆婆的话, 大嫂, 你说远昊这孩子咋回事, 怎么齐家的男人都没个好东西? 姑姑碎碎念, 完全忘记了她自己也姓齐, 婆婆没理她, 扶着我开门, 让我去沙发上躺着休息, 她给我拿药吃, 妈妈以后我就没爸爸了吗? 林儿乖巧地抱着我大腿, 软声细语, 林儿, 过来姑婆抱你, 你妈妈身体不舒服, 让她休息, 姑姑张开双手, 让林儿过去她怀中, 林儿看看我, 我点头示意她过去, 她才乖巧地去姑姑那, 任由姑姑抱着, 也不知将来林儿会不会乱搞, 真是作孽, 姑姑抱着林儿, 有一搭没一搭地抱怨着, 这话正巧被拿药过来的婆婆听见, 姑姑立刻打自己的嘴, 呸呸呸, 我这臭嘴, 该打, 引得林儿笑个不停, 学着姑姑打自己嘴, 和齐远浩交往后, 在第一次见家长的时候, 婆婆让我做一套考题, 就是很随机的高考数学题, 我乖巧地花一个小时做完, 最终的分数是148, 婆婆说, 我比她聪明, 她很满意, 听见婆婆的话, 我那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地公公歪着嘴, 手抖得厉害, 婆婆问我和齐远浩, 准备什么时候订婚, 齐远浩说, 看我, 她私下约我出来, 递给我一张卡, 我以为她是要让我远离她儿子, 没想到她笑着说, 请我和齐远浩结婚, 结婚就送一套婚房和三千万元, 算我的婚前财产, 只要我生下孩子,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 齐迦的所有财产都是我孩子名下的, 她提出的条件很难不让我心动, 我请人帮我调查齐迦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 他们都说齐迦是犯了忌讳, 齐迦的男主人都活得不长, 最后都由女主人当家做主, 结婚, 生子, 有钱, 没老公, 这是每个独立女性的梦, 我答应了, 交往三年后和齐远号领了结婚证, 结婚三年后生下临儿, 从此, 我过上了富家少奶奶的生活, 有事没事在社交软件上晒晒豪宅, 豪车, 日子过得贼潇洒, 当然, 这只是表象, 我又不是没男人就会死得兔丝花,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我都在兢兢业业地经营着自己的网络公司, 年入千万, 我不差钱, 不过是多多益善, 休息够了, 我开始清理齐远号名下的所有遗产, 这些可都是我林儿的, 男人, 只要踩过一次底线, 那就不会只踩一次, 我的纵容, 让齐远号郁家放肆, 他不只有一个情人, 他有四个, 三妻四妾让他玩得明明白白, 我以他给情人们购买的所有礼物所用的, 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唯有起诉了那些情人们, 为了方便, 我是一件发送给他们邮箱的, 几个人在法院相遇知道彼此的身份后, 那是吵得个天翻地覆, 看得我们津津乐道, 最终, 法院宣判齐远号赠予他们的所有礼品, 都属于我和他夫妻的共同财产, 要求那些情人们归还一半给我, 其实是应该全部还我的, 当初齐远号和我签过文件, 只要他出轨, 他的所有财物都属于我, 算了, 都是女人, 何必把他们逼得那么绝呢, 但他们好像并不领我的情, 不服上诉, 现在的人可真奇怪, 非得把自己逼上梁山才罢休, 我请出齐家专业律师团, 带上几年前和齐远号签署的文件, 还有齐远号出轨的铁证, 同意二审, 二审结果, 让他们更崩溃, 这次不是归还一半, 是归还80%, 并且的归还现金, 拿着法院宣判的文书, 我请律师带上我的保镖, 挨家挨户地帮我收回钱, 先礼后兵马, 吵吵闹闹闹过了俩月, 银行卡中多出一千万, 这齐远号是真败家, 送出这么多, 难怪那些女人知道她死之后, 哭得死去活来的, 那些金丝雀, 喂养得主人一走, 还带走所有粮食, 又得自寻出路了, 只让这些人赔偿80%, 而不是全部赔偿, 是我要求的, 凡事留一线, 他们我没放在心上, 最让我头痛的是小三一家, 那家是极品, 我一开始就知道, 不过他们家, 婆婆先出手了, 对他们家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撤出对浴缸品牌的所有投资, 对外宣称, 这浴缸和其家没有任何关系, 浴缸之所以能大卖, 就是因为齐远浩的推荐, 那些人买这个浴缸, 大多是看在齐远浩的面子上, 不然谁会吃饱了撑的没事, 买个几万的浴缸, 放家里, 至于齐远浩送给小三的房子, 因他死了, 这间房子不吉利, 也按照市场价的八折赔偿, 他家人不同意, 非要闹得鱼死网破, 还将齐远浩和他女儿的事情, 发在网站上, 很快就引来了热议, 小三的妈在老宅要死要活的视频, 被有新人发在网站上, 不出三日, 我和婆婆就被网爆了, 那些纯爱战士评论, 这年头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死者未大, 都有孩子了还不养着, 有钱人真没良心, 这家妻子留不住男人的心, 还不允许别人在外有家吗? 等等一看就是没经过脑子思考, 就恶意敲击键盘的, 只要齐远浩出席重大会议等, 比较重要的场合, 就都会带着我一起, 我俩是外面有名的模范夫妻, 还说感情中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怎么好意思说出口, 是猪脑子吃多了吧? 婆婆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网爆的第三天, 那家人真的是, 谁不惹惹我婆婆, 自己赶着送死, 拦都拦不住, 婆婆极力隐瞒其远号的死亡原因, 没想到被小三家捅出来了, 公司股票在这两日受到不小的影响, 我抱着灵儿看电视的时候, 听见了书房里面砸杯子的声音, 这是婆婆第一次情绪失控, 那家人要遭殃了, 婆婆出手快准狠, 先是让公司出面公关, 后让名下传媒公司的网红们进行宣传, 重点说, 那个浴缸有问题, 浴缸就是小三家生产的, 不到半月, 小三家公司宣告破产, 很多购买浴缸还没安装的人都来退款, 一时之间闹得满城风雨, 其次是小三的孩子, 婆婆将我当时留下的齐远号的头发, 和那小女孩的头发送去鉴定, 鉴定结果出来的时候, 婆婆看都没看, 直接网上直播拆文件, 那小孩和齐远号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婆婆还给新闻记者们, 提供了一个更抓人眼球的消息, 小三在农村是有老公的, 而且他老公还知道他傍上了齐远号, 活脱脱一个软饭男, 男人能忍受自己女人出鬼养自己, 但绝不可能忍受自己帮别人养孩子, 那孩子一出生, 小三老公就去做了亲子鉴定, 孩子是他的, 只不过为了钱, 他没说而已, 这一点, 婆婆早就查清楚了, 所以才会直播拆文件, 小三的妈妈傻眼了, 小三一直告诉他, 孩子是齐远号的, 他是准备用这孩子威胁我们拿钱给他的, 他也是有些小聪明的, 知道我们肯定不会养那孩子, 但在我们这敲诈些钱财, 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他遇到的是婆婆和我, 怎么可能让他如愿, 小三的哥哥受不了重压, 选择轻生, 爱, 这就是支持自己妹妹当小三多捞钱的下场, 他从高楼落下, 血剑当场, 小三家两棵摇钱树都没了, 最后, 婆婆给所有恶意评论, 网爆我们的人, 全部递上了律师函, 一锅端, 很多人在网上哭哭啼啼的直播道歉, 这件事就在他们的眼泪中落幕, 这一个月内, 婆婆趁机对齐远号管着的子公司进行内部整顿, 齐远号小四的姐姐和姐夫因过错被裁员, 小五的表姐因挪用公司一百万公款, 被婆婆送去采缝刃机, 小六很懂事, 听闻风声后第二天就选择了辞职, 子公司交给婆婆我很放心, 我不擅长管理公司, 这不是我的强项, 婆婆一直是公司的主心股, 就算齐远号和我结婚后, 公司的重大决策也需要先由婆婆拍板才能决定, 这子公司对婆婆来说, 管理起来是轻而易举, 她游刃有余地处理公事的时候, 我在暗中加强公司的网络防火墙, 阻止被黑客入侵, 警察再次找上门的时候, 我正在陪林儿画画, 还是上次那个小区里的男警察和他两名同事, 他看我的眼神很不友善, 请他们到大厅坐下, 让保姆将林儿抱上楼, 今日的话题不适合小孩子听, 另一位阿姨把泡好的茶端过来, 男警察先自我介绍, 杨女士, 上次我们见过一面, 我姓武, 这是我的两位同事, 刘景和杨景, 今天负责记录, 我点点头, 好, 我会全力配合, 武警翻开自己写好的问题, 开始提问, 杨女士, 这起案件重新调查的原因, 是因为女方家属尚书说, 上次是被你们威胁, 才签署意外死亡, 说明书的, 我从没做过这事, 这家人还真是不要脸, 自家两棵摇钱树都到了之后, 开始乱咬人了, 他们配我威胁吗? 是吗? 武警低头柔柔眉间, 抬头看我, 目光如炬, 那个小区, 还是你们让我去, 我才知道, 有这么个地方, 我语带讽刺, 我的确没去过那小区, 闲赃, 那边有提供任何证据吗? 还是血口喷人, 胡乱, 攀扯呢? 我有些无奈地问武警, 有两百万现金, 说是你们给的封口费, 准备得还挺充分, 不过他那女儿能值两百万, 也太看得起他女儿了吧? 首先, 现在是手机扫码时代, 大多数人不会在家里存五十万以上的现金, 其次, 我们家人名下, 最近没转出过这个金额, 或是在银行提现的, 您可以去查我们银行账户的流水变动, 武警被我的话对得掖住, 好办赏才继续问我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 我都一一答复, 最后一个问题, 您知道您丈夫出轨吗? 这件事之前女警问过,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但我没办法阻止, 为了孩子, 我只当作不知道, 我冷冷结束这个话题, 武警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很久, 最后是他同事整理好笔记后, 拉着他走了, 他能查出来什么呢? 他什么都查不出来, 其远号的是,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月月一个表妹在警局任文职, 她把案件能公布出来的消息, 第一时间告知了我, 她说武警着魔了一般, 非要将已定好的案件推翻重查, 还真让她查出了些蛛丝马迹, 昨天抓进去了个漂亮的年轻女孩, 说是与这起案件有关, 那人是其远号其中一个情人, 因为不愤其远号过多宠爱小三, 极度的发狂, 想给小三个教训, 直到其远号投资小三家的浴缸品牌后, 让他哥哥去公司应聘安装工, 小三家的浴缸是他安装的, 他是个电工, 安装浴缸的时候他做了点手脚, 如果长时间待在浴缸里泡澡, 浴缸就会漏电, 及时发现不对就不会出事, 可世上哪有那么多及时发现呢? 情到浓处, 不能自已, 一个小小的漏电装置, 丧失了两条鲜活的生命, 开庭当天, 作为被害人家属, 婆婆和我一起去法院听审, 两个被告因过失杀人罪, 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那小情人和他弟弟人都傻了, 或许他只想给小三一个小教训, 没想到酿成大祸, 这哪里来的脸呢? 我一个正房都不在意, 他一个不知道小几的倒是挺能蹦打, 把自己的金饭碗蹦打成铁饭碗, 至于小三家人拿出的两百万现金, 是他们自导自演的, 武警查出来后没有声张, 但被他同事抖搂出来, 闹了个没脸, 这次他本应立功的, 就因为这是上层商量后, 直接攻过相抵, 出庭的时候, 他拦住我和婆婆的去路, 正是向我们鞠躬道歉, 理解, 武警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道, 婆婆和我反居一躬, 非常认真的点头, 整件事, 我参与了多少呢? 从发现齐远昊被判婚姻开始, 我就开始琢磨, 如何让他受到惩罚, 我跟他说, 想做一个浴缸品牌, 现在的人工作一天, 晚上都喜欢泡澡, 放松精神, 他听取我的意见, 说自己去投资了家专门生产浴缸的公司, 有成效, 就告诉我, 到时候给我分红, 他哪是投资公司, 他直接把小三家里一事无成的哥哥空降成公司老总, 置生产浴缸, 一家走中高端品牌的浴缸公司横空出世, 唬人的广告词, 当红明星代言, 再加上齐远昊亲自推荐, 浴缸大卖特卖, 齐远昊和小三家赚得盆满钵满, 我也分了不少红, 狼总是伺机而动, 我也是, 本来想等灵儿到五岁, 知善恶便是非的时候再说, 可小三太一想天开, 俗话说, 不想当正房的小三不是好小三, 他触碰到我的底线, 我不能再心慈手软了, 上天对我总是眷顾的, 有人比我先行动, 小五不知在何时知道了小三已为齐远昊生下孩子的事, 他极度地发狂, 还花大钱调查小三的事, 可可请的是月月开的侦探公司, 同样是亲哥哥, 小五的亲哥哥只是个普通的电工, 小三的亲哥因为齐远昊的投资都成为老总了, 聪明的女人从来都不哭不闹, 可惜他不聪明, 吵闹过后, 齐远昊有些厌烦他, 甩了二十万给他, 就想结束这段关系, 小五只能憋着, 为了金饭丸, 委屈求全, 女人的极度心就像燎原的火一样, 只要点燃, 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他让他哥哥去浴缸公司应聘安装工, 他哥本就是电工, 很容易通过了面试, 开始上班, 小三的房子要装浴缸的时候, 是他哥哥主动去安装的, 他在浴缸里做了些手脚, 最终酿成大祸, 不知是不是陪产的时候被吓到, 齐远昊对生过孩子的女人有生理排斥, 小三生过孩子之后, 他就没再碰过他, 小三怀孕了, 是他丈夫的, 他得让齐远昊碰他, 才能像上次一样碰瓷, 烛光晚餐, 浪漫氛围, 加上牛排里的西地内飞, 齐远昊臣醉在温柔乡里, 断送了自己生命, 其实, 他们这样死得倒是挺轻松, 我挺想知道, 齐远昊在知道, 小三怀孕了会是什么反应, 一个结栽后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让女人怀孕呢, 这概率太低了, 可惜, 他们死得太快, 我永远看不到这场戏, 整件事中,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死, 那完全是旧游自取, 公共生日的时候, 管家推他出来, 他歪着嘴, 没见着自己唯一的儿子, 常年没变化的脸, 留下两行青泪, 婆婆对他说, 齐远昊在国外进修, 才没能回家参加他的生日宴会, 见着我的时候, 公共神情激动, 手舞足蹈的, 扑, 看似杂乱的摇摆, 居然是摩斯密码, 快逃要被杀, 传达出来的就是这几个字, 谁杀我, 婆婆吗? 婆婆用小被子温柔地盖住公共的手, 阻止他乱摇摆, 老公, 今天是你的生日, 看多少人来给你庆祝了, 你手就别乱动了, 婆婆的表情明明很温柔, 可语中带着寒意, 冷彻心扉, 公共老实不少, 任由婆婆推着去大厅招呼客人, 认识婆婆的人, 谁不夸赞婆婆是个好妻子, 好母亲, 公共瘫痪十几年, 她都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贤妻良母, 铁血手腕, 商业女强人, 这些都是形容婆婆的, 在家她温柔体贴, 在公司她严肃认真, 可我的婆婆, 真的有那么好吗? 从第一次见到婆婆, 她就对我异常热情, 是难得一遇的好长辈, 父母在我一岁的时候就离婚, 我从小是爸爸带大的, 没有对妈妈的印象, 缺失的母爱, 婆婆加倍给我, 她对我说, 我很像她, 她希望我像她, 又希望我不像她, 有些矛盾, 公共生日宴会过后, 婆婆说要带我出去散心, 她说旧的人已去, 活着的人要过好新生活, 我点头答应, 趁着婆婆交接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将名下所有资产转移到我爸名下, 再偷买机票带着林儿回到老家, 公共的摩斯密码, 婆婆的异常举动, 无不说明, 这是不简单, 在得知齐远昊死亡后, 婆婆就好像一个旁观者, 仿佛死去的不是她唯一的儿子, 这让我很难理解, 如果林儿出事, 我绝对会追究到底,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可婆婆呢, 对齐远昊的死磨不关心, 想想都不寒而栗, 那可是她亲儿子, 我打电话告诉婆婆, 想带着林儿在老家多陪陪奶奶和爸爸, 她在电话那头温柔地说, 老人是得多陪陪, 不着急回家, 在老家待了三个月, 我那到处翻土的老爸, 才顶着鸡窝头回家, 乖女, 你回来多久了, 远昊没陪你来, 催促老爸去换洗衣服, 打理下自己, 实在是, 走近我都能闻到他身上, 散发着, 酸臭泥土的味道, 远昊怎么没陪你来, 整理好的老爸与不惊人死不休, 他已经去世半年了, 我有些无语, 老爸是个地质学家, 从我十二岁生活能自理后, 他直接把他工资卡给我, 让我和奶奶住一起, 他则带学生出去考察, 一年半载不着家, 研究起矿物质来, 那是连饭都顾不上吃, 这次能在家待三个月, 就蹲到老爸回家, 已经很罕见了, 把事情来龙去脉跟老爸说清楚之后, 他叹口气, 你们婆媳也是不容易, 遇到那两不省心的父子, 你婆婆是最干净不过的人, 这个你大可放心, 老爸语气中还带着说不清的肯定, 我还没问话呢, 老爸的老人机就响了, 他学生给他打电话说在门外等他, 有学者在新疆发现了新的矿物质, 要马上坐飞机去, 老爸挂断电话, 提上还没来得及打开的行李箱又走了, 快点回家陪你婆婆, 你奶奶由你表姑陪, 不缺你, 说完这话, 他就坐上自己学生的车, 扬长而去, 我在老家又待了半年才回去的, 因为公公去世了, 林儿哭得很伤心, 我抱着安慰着他, 小孩子, 软乎乎得最是可爱, 时间赶得上, 去送他最后一程, 红着眼角的婆婆被姑姑搀扶着出来, 公公的葬礼上, 婆婆又上热搜, 标题是, 为爱奉献十八年, 瘫痪老公去世, 企业女强人伤心晕倒, 大家都被婆婆的深情所感动, 公司股票连夜涨停, 公公和齐远昊的墓碑是并排在一起的, 看着父子俩的遗照, 婆婆拉着我的手, 低语, 违背誓言的男人, 就该这样安静地躺着, 我在心里附和婆婆的话, 出了公墓, 阳光明媚, 没了就人, 才能奔赴新生活, 真好, 赋梦的白月光回国了, 我这个替身终于解脱, 不用再隐瞒自己离异带三娃的事了, 你可以走了, 以后永远别出现在她眼前, 傅梦面无表情地给了我两千万, 赶我走, 我喜极而泣, 拉出我的三个娃, 来, 谢谢你们, 傅叔叔, 傅梦脸色骤然铁青, 趴地捏碎了咖啡杯, 我惊了个呆, 傅少爷的青葱玉纸, 何时铁骨蒸蒸了, 我是在酒吧打碟的时候, 被傅梦看上的, 这位远近闻名的太子爷, 当晚消费了一百四十八万, 点名要我陪酒, 我不乐意干这种事, 可以想到公寓里 嗷嗷待哺的三个娃, 就妥协了, 我陪了她半小时, 她不亲也不摸, 只是看着我的脸, 看得眼眶通红, 你真像她, 傅梦那那自语, 然后倒在我怀里, 跟我两年, 给你两千万, 我傻眼, 这不天上掉馅饼吗, 两年两千万, 都够我三个娃, 读清华北大了, 行, 不过事先说好, 我不玩重口味的, 不接受变态的东西, 我看着最熏熏的傅梦, 先约法三章, 她吃笑一声, 血眼扫我, 你也配让我玩, 啊, 太好了, 我不配, 傅梦压根不想玩我, 她只是把我接到了她的豪华大别墅里, 让我当起了花瓶女主人, 她要我换上了卧室衣柜里的精美服装, 让我戴上了昂贵的首饰, 还送了我一双香了钻石的米色高跟鞋, 我很喜欢高跟鞋, 尤其是这双, 简直把我迷得神魂颠倒, 我穿着高跟鞋, 提着裙摆, 在别墅里小跑了几步, 对着镜子赞叹, 真美, 不愧是我, 万达广场, 风情街酒吧打碟, 一姐, 谁允许你跑了, 踩坏了怎么办, 傅梦站在楼梯上, 脸色冷峻, 眸子浅腻, 她真是个酷酷的霸总, 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 这是送给她的, 只是她不要, 你穿给我看看便是了, 不要踩坏了, 傅梦凝视着, 我脚上的高跟鞋, 我心里一阵无语, 但连连点头, 谁会跟两千万过不去啊, 我让傅梦好好看, 脚背脚底脚踝, 三百六十度旋转着给她看, 若是她穿, 想必会更美吧, 傅梦轻叹着, 表情苦涩, 随后她丢给我一张银行卡, 说里面有五百万, 给我当零花钱, 我一切自由, 但晚上必须回别墅, 她若在家, 我也必须陪着, 显然, 她还是很满意我的, 我差点乐出鼻涕泡, 宰宰们, 妈妈有钱喽, 当然, 为了公平起见, 我还是跟傅梦提一嘴, 你对我没别的要求了, 我可不是黄花大闺女, 我有, 我并不在乎你的身份和来历, 你做好替身即可, 但有一点必须记住, 不要妄想跟我产生感情, 否则我会立刻将你赶出去, 傅梦脸色严厉, 我哪敢吭声, 好的勒少爷, 傅梦一日就回公司去了, 我相当自由, 果断揣着五百万溜回了我的公寓, 三个娃都在, 不吵不闹, 大娃三岁, 正和水冲奶粉, 二娃两岁, 正坐在小马桶上拉巴巴, 三娃半岁, 看着奶粉流口水, 看见他们, 我喜笑颜开, 当年我遇人不输, 嫁给了一个畜生, 导致两手空空只剩下三个娃了, 还全是男娃, 这时到, 有一个男娃都难嫁了, 更别提三个了, 所以我压根不打算再嫁了, 去赴刘子, 好好工作, 养好我的娃, 妈妈看我冲的奶粉, 大娃扑腾着小短腿就过来了, 晃着奶瓶炫耀, 急得三娃, 一一压压地抢, 二娃脸开小嘴笑, 起身往我这边跑, 屁股后还挂着一结巴巴, 别别别, 停, 我吓惨了, 二娃停下看看自己小屁屁, 不好意思地咯咯笑, 又去蹲着了, 我朝厨房喊了一声,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系着围裙, 跑了出来, 松口气道, 小鹿, 你可算回来了, 我想做饭给宝宝吃, 又怕他们摔跤碰撞, 可累死我了, 她是我请的保姆王审, 办事尽心尽力, 对孩子们也很喜爱, 事如己出, 辛苦王审了, 下个月开始给你加工资, 每个月加一千, 我对王审很感激, 也有点愧疚, 因为她收费一直低于市场价, 她知道我一个人带娃太难, 从来没要求涨价, 不用不用, 你也知道, 我家里十几栋楼收租, 不差这点钱, 王审笑咪咪地去给二娃擦屁股, 我呛了一口, 谢谢你, 王审, 我吃了王审做的饭, 马不停蹄去找更大更好的房子了, 这个公寓还是太小了, 虽然租金便宜, 可一家人窝居实在难受, 傍晚我就选定了一个豪华大公寓, 租金要两万多一个月, 但无所谓, 我怀揣着五百万呢, 两年后傅梦还会给我两千万呢, 安置好了娃, 已经是深夜了, 我又打车赶回了傅梦的别墅, 别墅里很亮堂, 但很死寂, 傅梦独自坐在沙发上, 端向着一张照片, 脸上充斥着怀念和忧郁, 看得我都想给他配个BGM, 你怎么忘了你先说的爱我, 傅少爷, 我回来了, 我恭恭敬敬地走过去, 傅梦将照片翻转压下, 脸色冷漠地盯着我, 去洗澡, 穿白色的浴袍, 好的, 我一切照办, 等我穿着白色浴袍, 披着长发走出来, 傅梦眼睛一亮, 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真像他呀, 为什么你要离开, 他又开始喃喃自语了, 接着示意我过去, 我走过去, 他一把将我搂入怀里, 贪婪地呼吸着我头发的气味, 我是一动不敢动啊, 终于, 他心满意足了, 却又冷了脸, 明天去把头发剪短, 你不要留长发, 长发太像他了, 像一点不是更好吗? 不好, 他是独一无二的, 你不能太像他, 你也不可能比得上他, 啊, 要不是有钱拿, 老子把你脑袋摁在打叠机上疯狂捶, 我还是去剪了短发, 干练洒爽了许多, 傅梦没啥表情, 不喜欢也不讨厌, 我才懒得管他, 反正拿钱办事, 我美滋滋, 替身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我安心住着大别墅, 享受着保姆的伺候, 同时将傅梦打赏给我的零花钱, 一点一滴地存起来, 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每次欣赏完我这个替身都会给我转账, 比如我穿上他白月光的长裙, 跳个舞, 他就给我转了十万, 比如我傍晚看西洋亨首曲子, 他说背影像他, 又给我转了二十万, 简直是冤大头, 短短半年, 我连裸体都没有给他看过, 小金库里却多了两百万, 我属实美滋滋, 一边存钱一边养娃, 三个娃住起了别墅, 保姆多请了两个, 缓解王婶的压力, 我还常常将傅梦家的红酒, 点信, 不要的珠宝等等带回家, 充实我的小家庭, 装饰我甜美的黎一少傅梦, 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嘻嘻嘻, 如此好日子持续到了一个冬夜, 傅梦不知道发什么酒疯, 在酒吧待到了半夜, 还是赵管家去把他拖回来的, 他一身酒气躺在床上, 保姆们给他擦着身, 他一边哭一边自语, 今天是我生日, 他没有给我信息, 他忘了, 真的忘了, 保姆们, 对事, 全都笑成狗, 别笑话他了, 怪可怜的, 我将自己裂到脸颊的嘴角扯正, 是, 夫人, 保姆们不敢笑了, 给傅梦擦拭完毕, 轻手轻脚地下去了, 傅梦已然睡着了, 我打了个哈欠也回了自己卧室, 订了个闹钟, 早晨八点起来, 一个美梦结束, 闹钟也响了, 我神清气爽地跑去傅梦的房间, 安安静静地坐在他床边, 假装打盹, 等到腰都酸了, 我察觉到一只手摸上了我的脸, 你一夜没睡, 傅梦嘶哑, 询问, 我挺腰柔眼, 啊, 你醒了, 我去给你弄点姜汤喝吧, 我坐视出去, 傅梦用力拽住我的手, 别走, 我扭头看他, 他眼睛依旧是通红的, 我要去挑选一套西服, 你陪我去吧, 你不是不喜欢带我出门吗, 不要那么多话, 我说过的, 傅梦冷峻得很, 我不问了, 陪他逛就是了, 到了西装店, 早有人厚着了, 给傅梦介绍一套, 又一套西服, 还提议让傅梦使穿, 陆小野, 你帮我选一套吧, 我不是了, 傅梦偷懒, 让我选, 我看了一遍, 指了指其中一件淡灰色的, 这套吧, 挺适合你的, 傅梦眉头一皱, 确定吗, 他最讨厌这种颜色的西服, 他, 自然是傅梦的白月光, 挺好的呀, 我觉得适合你, 我无所谓的撇嘴, 店老板也恭维, 傅少穿什么都好看, 这套肯定也好看, 傅梦不语, 缓缓伸手, 抚摸了一下西服, 最终点头, 试试吧, 他当场试了一下, 等他穿着西服出来, 我眼珠子发亮, 不得不佩服这小子的颜值和身板, 太绝了, 虽然我一直吐槽傅梦的, 痴情, 可他确实是实打实的帅气, 是百万少女的梦中情人, 傅少太俊了, 这西服简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店老板也双眼发亮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突然进化成灵了, 傅梦不达, 只是看着镜中的自己, 难得笑了一下, 我听见他轻语, 原来灰色也很好看啊, 回家后, 傅梦给我转了三十万, 说是我今天表现不错, 帮他选了一套最合适的西服, 也是从这天起, 傅梦对我的态度好了许多, 他以前冷言冷语, 完全不把我当人看, 我在他眼中就是一个未借心灵的玩具, 但现在, 他偶尔会朝我笑一笑, 白天也会回家吃个饭, 看看我这个玩具, 如此, 时间飞逝, 我的三个娃都长大了许多, 大娃二娃都在幼儿园了, 我经常偷偷去看, 开宝石节去看, 宝石节是我私人买的, 用的傅梦给我的零花钱, 我现在私人金库里足足有近千万了, 省着点花一辈子都花不完, 傅梦真是个大好人啊, 我对他自然也好, 虚寒问暖一样不少, 他晚上喝了酒, 我就煮姜汤, 他工作不顺, 我就打视频给他唱歌, 他半夜一梦, 我带他去酒吧打碟, 玩的就是一手之恩图报, 毕竟人家是咱大恩人, 我还很懂事, 那双香钻的米色高跟鞋, 我绝对不擅自穿, 他想看的时候, 我才穿, 我头发一长, 立刻去剪短发, 争取不玷污傅梦的白月光, 这步虽然临近两年期限了, 我还是鞠躬尽瘁, 又去把头发剪短了, 但这次傅梦盯着我的短发, 眼中涌现了一丝怒火, 谁让你剪的, 你一直这么要求的呀, 我一头雾水, 现在不要求了, 你是你, 他是他, 傅梦冷然开口, 目光闪了一下, 我愣住, 什么意思, 他呼了口气, 目光看向别处, 手指轻轻抚摸着戒指, 这么多年了, 我也释然了, 你不必像他了, 他说完, 立刻上楼, 去了, 不给我多问的机会, 只是, 他又给我转了五十万, 让我好好打扮, 今晚去参加他的朋友聚会, 我没有意义, 打扮得漂漂亮亮, 陪他出席朋友聚会, 他的朋友都是上流社会的二代们, 相互间熟悉又客套, 罕见有真朋友, 我道成了焦点, 毕竟我是陪着傅梦出席的, 很多人夸我, 也有人神色古怪, 似乎看出我很像傅梦的白月光了, 傅梦淡定优雅, 牵着我的手与人碰杯, 还邀请我跳舞, 看着他成熟又俊朗的面容, 以及被我挑选的灰色西装, 衬出的修长身感, 我这个打蝶一节有刹那的晃神, 这小子实在太帅了, 好, 陪你跳舞, 我展颜, 傅梦回之一笑, 眼中罕见的有了些许柔情, 只是下一刻, 一个大咧咧的男人过来拍他肩膀, 老梦, 姜可回国了, 你知道吗, 傅梦身体一颤, 瞳孔瞬间缩了一下, 牵着我的手, 也不由自主地抽回, 我的手骤然, 落空, 拍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你说什么, 傅梦盯着那男人, 仿佛一头压抑的野兽, 我说姜可回国了, 还是单身呢, 男人打去着, 傅梦嘴唇紧敏, 转身就走, 去哪儿, 男人问了一声, 找他, 简短地回应, 带着决然, 没有一丝脱泥带水, 我处在原地, 傅梦自始至终没有回头, 看我一眼, 宴会不欢而散, 因为主角傅梦中途离去了, 姜可回国的消息也传开了, 人人都在议论, 她显然是富二代圈子里的热门人物, 我也听到了一些关于姜可的信息, 她是姜家的千金小姐, 跟傅梦是青梅竹马, 双方门当户对, 堪称金童玉女, 可在三年前, 姜可突然不辞而别, 宛如人间蒸发, 傅梦封了一样, 找她, 最终只在姜可父母口中得知, 姜可出国深造了, 她跟傅梦就此分手, 傅梦自然不甘心, 可无论她怎么寻找都找不到姜可, 后来她在姜可父母面前跪下, 终于联系上了姜可, 可对方只有冷冰冰的, 分手, 二字, 若傅梦多问一个字, 必定遭到拉黑, 经过如此一年的封魔, 傅梦只能作罢, 也是那时候, 她在酒吧遇见了我, 把我带回了别墅, 该说不说的, 这副二代分个手真是轰轰烈烈, 就不能好好说吗, 我心里吐槽了一句, 拿了些宴会上的糕点, 回家去了, 回到我自己的别墅, 三个娃都睡觉了, 王沈在玩手机, 哈欠怜怜, 她也快睡觉了, 见我回来, 她有些吃惊, 小鹿, 你回来咋不说一声, 我往常回来, 必定先通知的, 但今晚有些异常, 毕竟我是被抛弃了, 我以为你睡了呢, 没事, 我今天开始住家里了, 我将高跟鞋脱了, 心里洋溢着一股喜悦, 我要住自己的别墅了, 这是我真正的家, 那感情好, 住家里好啊, 外面乱七八糟的, 王沈喜笑颜开, 她知道我是在酒吧工作的, 常常忧虑, 我这两年又报复了, 她早就怀疑我在干剑不得光的事了, 我也不解释, 只是让她安心睡觉, 我自己吃点宵夜, 宴会的糕点挺好吃的, 我一个人吃了个精光, 吃饱了愁愁手机, 没有一条信息, 心里还是有点不适应的, 毕竟以前我偷偷回家后, 傅梦经常会给我发信息, 问我跑哪里去了, 现在都大半夜了, 我不在她身边, 她一个字没问, 显然, 有另外的人在她身边了, 既然有另外的人在傅梦身边了, 我这个替身就能退役了, 环顾了一下我豪华的别墅客厅, 摸了摸屁股下坐着的真皮沙发, 我知足了, 两年时间, 我有了别墅, 宝石节, 千万存款, 还能得到两千万酬劳, 能不知足吗? 这么一想, 我立刻将傅梦抛之脑后了, 我对她的那一丝感情, 无非是贪图, 她的帅气罢了, 可这世上帅哥何其多, 等我拿到两千万走人, 我包一百个天天换着摸腹肌都行, 舒舒服服洗个澡, 我倒头就睡, 第二天, 中午我才起来, 感觉全身舒畅, 好久没睡过这么安稳的觉了, 打开手机, 还是没有信息, 之后一连三天, 一条信息都没有, 傅梦似乎彻底将我遗忘了, 我自然不爽, 我还有两千万酬劳呢, 我主动给她发条信息, 傅少, 在忙吗? 她秒回, 别找我, 她看到了会误会, 啊, 我又编辑信息, 那两千万什么时候给我, 信息发不出去, 因为我被删除了, 我当场弃杂, 傅梦你什么意思啊, 我两千万呢, 她不缺钱, 对我也从不吝啬, 所以不可能不给我两千万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 她沉醉在江可身旁, 已经忘了跟我的约定了, 我就是个玩具, 自生自灭即可, 别打扰她了, 可是两千万呢, 我不可能不要, 所以我吃个饭就出门了, 当面去找傅梦要这笔钱, 重回傅梦的别墅, 院子里的蔷薇正炙热绽放, 那是江可最喜欢的花, 每年都会绽放, 每年都会吸引傅梦的目光, 我用指纹进入了院子, 轻车熟路去找傅梦, 别墅里相当热闹, 许多庸人正在忙碌, 似乎在做大清洁, 将许多杂物搬了出来, 我一走近就听见了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 这双高跟鞋也扔了吧, 别人穿过了, 好的, 江小姐, 一个保姆提着那双米色箱钻高跟鞋出来了, 一脸可惜地丢进了垃圾桶, 我看得也可惜, 那可是价值几十万的定制款啊, 不要送给我呀, 陆夫人, 你怎么回来了, 一个声音拉回了我的视线, 旁边站着我早已熟悉的赵管家, 我这两年的生活, 基本都是赵管家在里, 他在傅家待了二十多年了, 老赵, 你可别叫我夫人了, 我受不起, 我打去, 赵管家表情复杂, 欲言又止, 最后低声道, 陆夫人快走吧, 江小姐知道你的存在了, 她不像以前那般温柔了, 时间果然能改变一切, 话落, 江可走出别墅大门, 瞧见我了, 赵管家立刻低头走开, 江可注视着我, 有些好奇, 还有些居高临下, 我打量她, 发现她真是粉嫩, 皮肤白皙无瑕, 长发飘然, 靓丽, 整个人透露着一股不染凡尘的秀气, 真不愧是大家族养出来的千金, 她的模样和身段跟我确实很像, 但气质截然不同, 我是动, 她是静, 我点头问好, 保持着礼貌, 江可玩儿, 陆小姐果然很像我, 难怪傅梦愿意养你两年, 她显然什么都打探清楚了, 我笑笑不语, 江可挽了一下头发, 随手指了指, 别墅里傅梦要我搬进来住, 所以我搞一下卫生, 你的东西随时可以拿走, 你想要什么也可以搬走, 真的, 我想要不少东西, 毕竟这别墅跟庄园似的, 太多值钱货了, 自然是真的, 我有洁癖, 别人用过的东西我都不想用, 比如那双高跟鞋, 江可亦有所指, 看了一眼垃圾桶, 她的话里话外都充斥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力气和傲然, 女主人的傲然, 那我不客气了, 我露齿一笑, 打电话给霍拉拉, 来十台车, 我要搬一点东西, 我丝毫不客气, 既然江可不喜欢别人用过的东西, 我接盘就是了, 十台霍拉拉很快来了, 我立刻着手蚂蚁搬家, 投影仪, K歌机, 录音机, 跑步机, 洗衣机, 反正能搬的都搬走, 这些全是高档货, 搬去我的别墅, 直接升级我的离异少妇梦, 江可有点发呆, 正正地看着工人们搬家, 随后她吃笑了一声, 轻轻摇头, 田径又优雅, 我则告诉她, 劳烦江小姐转告富少, 她还欠我两千万, 请她务必找个时间结算, 我会请律师跟她签好赠予协议的, 你是个有趣的女人, 但这样的女人, 往往是得不到男人的爱的, 江可玩味开口, 我可算知道, 富梦为何会毫不犹豫抛下你, 为何会一言不合拉黑你, 你这样的女人, 她又怎么会对你动心呢, 江可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我懂她的微笑, 她不把我当成对手了, 我心里安逸了, 我就怕她搞事, 非要把我当成情敌折腾, 我没那心思当她情敌, 我只想扬载, 是的, 我就是一个酒吧打蝶的, 富少不会看上我的, 我跟她只是金钱交易, 我点头承认, 只要我承认得够快, 江可的敌意就追不上我, 酒吧打蝶呀, 好多年不去酒吧了, 江可自语了起来, 我随口道, 我走后还是回归老本行, 你有空可以去万达, 风情街魅蓝, 酒吧, 看我, 魅蓝, 江可脸色突兀一变, 紧接着呼吸急促, 伸手扶住了墙壁, 全身都在颤抖, 我吓了一跳, 这家伙咋回事, 我赶忙扶住她, 她哆哆嗦嗦, 从衣兜里取出一个小药瓶, 想倒一颗要吃, 可药片撒了一地, 而她也崩溃地大哭了起来, 我手足无措, 保姆们也惊慌不已, 正巧傅梦回来了, 她的法拉利几乎是撞进院子的, 随后她一个剑步冲下车, 用力将我推开, 紧紧抱住了江可, 可儿, 怎么了, 没事的没事的, 江可这才安静了一些, 一边落泪一边将头埋在傅梦怀里, 傅梦转头呵斥众人, 你们干了什么, 众人心惊胆战, 我回应, 江小姐突然这样的, 我们刚才在聊天, 聊什么, 傅梦阴沉地盯着我, 眼底深处不见一丝柔情, 聊酒吧, 我打叠的魅蓝酒吧, 我如实道, 傅梦勃然大怒, 静一巴掌抽来, 谁让你提到魅蓝的, 给我滚出去, 我被打得晕头转向, 脑瓜子嗡嗡响, 赵管家连忙上前, 把我拉走, 我模糊的视线中, 只看到傅梦低头安慰江可的身影, 走出别墅, 我还有点萌, 脸颊火辣辣地痛, 内心也是愤怒无比, 我知道傅梦不把我当人, 但这还是他第一次打我, 仿佛这两年的经历, 以及他偶尔的柔情从未有过, 都烂在了这一巴掌里, 陆夫人, 我早就让你走的, 你非要搬家具, 哎, 赵管家有些心疼我, 我咬了咬牙, 我不只要搬家具, 我还要两千万, 这是我该得的, 我知道我知道, 你先别生气, 我会跟傅少说的, 他断然不会赖账, 赵管家生怕我发飙, 我捂着脸, 半赏才压下了火气, 你尽快吧, 我只想拿两千万走人, 他们的事我没兴趣参与, 我一门心思要钱, 赵管家点头, 又迟疑道, 其实傅少对你是有感情的, 我看得出, 只是江小姐似乎遭遇过什么大难, 他敏感多疑, 没有安全感, 需要傅少权力呵护, 所以傅少必须对你绝情, 对我绝情, 懂了, 傅梦虐我给江可看呢, 他要确保江可不会多疑, 不会伤心, 所以, 他毫不犹豫抛弃我, 一言不合拉黑我, 一怒之下抽了我, 而我, 一个替身, 一个玩具, 被打被骂有什么紧要的, 别说了, 我只想要两千万, 傅梦必须尽快给我, 赵管家办事还是很利落的, 在我回家的第四天, 他就联系我了, 陆夫人, 我跟傅少说了两千万的事, 他说会给你的, 只是现在走不开, 赵管家跟我解释, 自从上次你提了魅蓝酒吧, 江小姐就一直情绪不好, 半夜还会哭醒, 傅少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 无时无刻不陪着江小姐, 我听得无语, 询问, 魅蓝酒吧到底怎么了, 江可跟她有仇, 赵管家斟酌道,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似乎当年江小姐出国, 就是因为在魅蓝酒吧遇到了不好的事, 傅少安慰她的时候, 一直说不会介意, 说她不脏, 让她放宽心什么的, 赵管家没有多说了, 她肯跟我说这些已经人质易尽了, 我眨眨眼, 大概猜到江可遭遇的事了, 在酒吧遇到的坏事, 多数跟那啥有关, 一个千金大小姐, 在酒吧失了身, 然后自闭出国, 性情大变, 很有可能就是狗血了点, 当然, 我觉得最狗血的是, 江可遇到了这种事, 不是报警处理, 不是让傅梦帮她报仇, 反而出国躲着, 这是觉得自己没了清白, 配不上傅梦吗, 也是离谱, 算了, 我对他们不感兴趣, 你多催催傅梦, 早点给我钱, 我撇撇嘴, 赵管家, 英氏, 一周后, 我带着三个娃逛街的时候, 突然接到赵管家的电话, 陆夫人, 你去润姓咖啡厅, 傅少等着你, 我不由大喜, 傅梦终于有时间, 给我钱了, 我摸了摸包包里随身携带的赠语协议, 笑歪了嘴, 不枉, 我早就请律师帮忙你好了两千万的赠语协议, 今天可以派上用场了, 我带着三个娃就去了润姓咖啡厅, 润姓咖啡厅很有名, 也是我以前跟傅梦逛街经常来的地方, 在这里点一杯咖啡歇歇携润润喉, 看看窗外夕阳的暖光, 会有一种在谈恋爱的错觉, 我将三个娃安排在咖啡厅角落, 让他们别乱跑, 然后去熟悉的位置找傅梦, 她果然在这里, 今天的她一场冷峻, 一袭黑色西装笔直, 头发一丝不苟, 整个人凌厉地仿佛出窍的历刃, 她很久没有穿黑色西装了, 最常穿的是灰色的西装, 我始终觉得她穿灰色西装更帅一点, 当然与我无关了, 我坐下, 不等开口, 她从怀里取出一张卡推到我面前, 这是两千万, 密码六个零, 你拿了走吧, 以后不准出现在我面前, 更不准出现在她面前, 傅梦说这些话的时候, 目光甚至还注视着窗外的夕阳, 我果断收好卡, 同时将包里的赠与协议取出, 傅少, 你签个字吧, 我贴心地将笔也递上, 她终于正眼看我, 有些诧异地看了看协议书, 又眯眼看我, 你连协议书都准备好了, 那是自然, 如果不是时间匆忙, 我还想把我的律师叫来, 我理所当然点头, 傅梦眼眸深邃, 仿佛藏着无尽的心事, 我催促, 快签了吧, 这里面的条约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给我的一切, 包括两千万, 还有以前给我的零花钱, 都是自愿赠予, 用不收回, 傅梦文言吃笑, 你还真是贪财啊, 这两年就是为财而来的吧, 你这话说的, 我不为财我为了感动中国吗? 是, 我大方承认, 傅梦不孝了, 她凝视着我, 突然看了看我的右脸, 上次打你是事出有因, 姜可有心理创伤, 她在美国治了三年, 好不容易康复了, 我不想她重蹈覆辙, 我的一句, 魅兰酒吧, 险些让姜可重蹈覆辙呢, 没事, 拿你那么多钱, 哎, 一巴掌也能接受, 你快签协议书吧, 我无所谓的扬了扬脸, 傅梦低头看协议书, 逐渐沉默, 我等得焦急, 索性给她点了一杯咖啡缓缓气氛, 咖啡上桌的时候, 傅梦看完了协议书, 指着最后一行字询问, 为什么要加上以后互不拖欠互不见面的话, 多此一举, 既然合作到期, 自然是互不拖欠互不见面为好, 你也不说了, 让我别出现在你面前吗, 我真是疑惑了, 明明她自己也说了, 让我永远别出现在她面前了, 她还在乎这个干啥, 傅梦又沉默了片刻, 接着自嘲一笑, 也是, 说吧, 她从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至此, 我们的合约到期, 我笑出了声, 本离义少傅终于自由了, 终于可以过上无拘无束的美好生活了, 多谢傅少, 你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起身鞠躬, 傅梦抓起咖啡杯清米一口, 声音漠然, 你很开心, 开心, 太开心了, 再次感谢, 我再拘义宫, 傅梦的手指抓紧了咖啡杯, 嘴角勾起一抹嘲弄, 我也开心, 不用再见到你这个假货了, 对对对, 我这个假货就该立马消失, 我收好合同, 跟傅梦告辞,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想了想又道, 其实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说, 关于我的身份,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 我对你的身份和来历不感兴趣, 我根本不在意你是谁, 现在, 既然大家分道扬镳了, 我更不会在意, 傅梦又一次打断了我, 一如两年前, 我彻底如释重负了, 正巧三个娃跑了过来, 他们见我一直鞠躬很好奇呢, 我将他们全都拉过来, 热切道, 快, 谢谢你们傅叔叔, 要不是他, 我们还在过苦日子呢, 三个娃一头雾水, 但向来听我话, 齐刷刷露出童真的笑, 谢谢傅叔叔, 谢谢傅叔叔, 傅梦瞬间僵住了, 他瞳孔紧缩, 嘴唇不着痕迹地抖了一下, 抓着咖啡杯的手掌紧握, 连青筋都毕露了, 露小野, 他们是谁, 傅梦喉咙动了一下, 我儿子, 全是我儿子, 大娃五岁了, 二娃四岁, 三娃两岁半, 我热情介绍, 傅叔叔你好, 谢谢傅叔叔, 三个娃一口同声, 啪地一声, 傅梦手中的咖啡杯, 竟被捏碎了, 热乎乎的咖啡撒了一地, 我惊了个呆, 傅嫂这青葱玉脂, 何时如此有力, 还是咖啡杯的质量太差了, 先生不好意思, 您没事吧, 服务员急匆匆过来, 傅梦紧握的手掌竟还没松开, 掌心不断一出血来, 显然划伤了, 我拉着三个娃后退了两步, 口上假装关心, 傅嫂你没事吧, 要不要叫救护车, 傅梦脸色发青地盯着我, 又盯着我的三个娃, 久久不语, 最后他起身, 神色恢复如常, 走了, 以我之约到此结束, 希望永不再见, 傅梦终于走了, 我怀揣两千万, 还有赠予协议书, 迎妈了, 虽说两千万在这个纸醉金迷的大都市不算什么, 可对于我一家四口而言够用了, 我当晚就开始研究理财了, 研究个通宵, 还是决定大部分前存定期, 吃利息, 小部分投基金, 至于股票啥的, 碰都不碰, 没办法, 我怂, 咱这样一个爆发户, 不懂财生财, 只求保住本, 至此, 我的离异妇婆梦也算实现了, 每日里过着住别墅开豪车的日子, 吃穿用度也完全自由, 那叫一个美, 不过人一闲就无聊, 我又是个比较野的人, 所以我闲了几个月, 还是决定找个工作, 我最擅长打碟, 而且现在有底气不搭理没素质的客人了, 果断去个新酒吧当我的打蝶妹, 来点酣畅淋漓的嗨日子, 我一周只嗨两晚, 纯赚生活费, 这晚, 我看见了姜可, 她戴着一个黑色的帽子, 穿着黑色的工装服, 长发扎成了两个马尾, 在舞池里晃动身体, 无比地耀眼, 工装成熟大气, 马尾又平天稚嫩朝气, 这样的反差, 让她不想成为人群焦点都难, 我尚未上台打碟, 在舞台后面看着她的身姿, 人有点蒙圈, 你江可不是在酒吧被侵犯了吗? 不是提到魅蓝酒吧就犯病吗? 怎么这大半夜的, 一个人跑来酒吧跳舞, 难道只要不是魅蓝酒吧, 别的酒吧都不会犯病, 这比东风导弹还精准呢? 我琢磨了一下, 让我同事顶替我上台打碟了, 我不想露面, 免得江可又找茬, 我去卸了妆换了衣服, 准备回家了, 离开前我去了一趟厕所, 才关上隔间门, 江可就进来了, 她身边似乎跟着人, 哎呀, 你进来干什么? 这是女侧, 江可略带几分撒娇, 宝贝, 这才刺激呀, 你在傅梦身边这么多天了, 可想死我了, 男人比猴还急, 我觉得她的声音有点耳熟, 江可哼了一声, 你怕是想我的身子吧, 三年前, 要不是你老是找我, 引得傅家怀疑, 我也不用出国躲避, 还编那种恶心的理由, 哎呀, 是你多虑了, 傅家对你满意的不得了, 哪里会怀疑你吗? 你没看傅梦那个死样子吗? 他没了你差点就自杀了, 男人嘲笑, 江可又哼了一声, 我老感觉傅梦变了, 他是对我越来越好了, 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干, 可我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东西, 缺少啥, 你不懂, 你只会玩女人的肉体, 江可不屑, 我可不想玩女人的心, 太难玩了, 男人尖笑, 江江可推进了厕所隔间, 就在我旁边, 随后, 他俩发出了不堪入目的声响, 我感觉耳朵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折磨, 赶紧偷偷溜了, 江可让我大受震撼, 这就是上流社会的千金大小姐吗, 跟一个男人, 在酒吧的女厕, 而且, 似乎不止一次了, 至少从三年前就开始了, 他出国也是因为那个男人, 频繁找他, 引起了傅家的怀疑, 跪圈争乱, 我一边回家一边揉耳朵, 感觉被玷污得好痒, 回到家, 我正打算洗个澡, 赵管家竟然打电话来了, 现在可是凌晨两点半呢, 我接听, 老赵, 啥事, 我们至少小半年没联系了, 赵管家压着声音, 陆夫人今晚江小姐回家去了, 傅少在客厅看照片, 他挺喜欢看江可以前的照片的, 我耸耸间, 不是, 他在看你的照片, 啊, 我愣了一下, 笑出声, 老赵, 你大半夜不睡觉, 逗我玩是吧, 陆夫人, 我没逗你, 傅少真的看你照片, 赵管家言之早早, 这些时日, 江小姐一直在别墅里, 傅少眼中只有她, 寸步不离, 仿佛早已忘了你, 可今晚, 江小姐一走, 他整个人变了样, 什么样子呢, 这么说吧, 当年他找不到江小姐, 日日买醉的样子, 就跟现在差不多, 赵管家叹着气, 我觉得, 傅少已经不喜欢江小姐了, 只是他误以为自己还喜欢, 他也舍不得让江小姐受伤害, 可真正受伤害的是他自己, 老赵, 你真是个恋爱专家, 我被逗乐了, 这老赵太搞笑了, 赵管家被我说急了, 一再强调, 傅梦不喜欢江渴了, 你别急, 我信你, 但一切都跟我无关了, 我真不想, 掺和外人的事, 赵管家沉吟了片刻, 又道, 陆夫人, 我是看着傅梦长大的, 他心里怎么想我最清楚, 只是他自己也迷茫, 也糊涂, 如今江渴回来了, 他更迷茫更糊涂了, 实不相瞒, 我觉得江渴有问题, 他很可能是带着墓地回来的, 赵管家斟酌着, 如今傅氏集团正式发展的关键时刻, 老爷带队在国外, 若是少爷出了什么差错, 对傅氏集团的影响极大, 我听得迷糊, 这怎么又跟傅氏集团扯上关系了, 老赵, 我不懂商业, 你想干什么直说吧, 我不信赵管家大半夜打电话给我, 只是为了聊聊天的, 他终于说了, 目的, 陆夫人, 你回来陪陪傅少爷, 让他振作起来, 找到自己的本心, 他确实不喜欢江渴了, 你务必让他清醒, 不要沉沦在过往的感情当中, No, 我一口回绝, 五百万, Yes, 这五百万, 我还是想赚的, 赵管家终于松了口气, 承诺我会向傅老爷申请费用, 如果我真帮傅梦一把, 别说五百万了, 就是一千万, 傅老爷都愿意给, 行, 我信你, 明天我就去找傅梦, 我打起了哈欠, 赵管家讨笑, 要不你还是现在来吧, 我派人去接你, No, 加一百万, Yes, 凌晨四点, 我抵达了傅梦的别墅, 由于之前别墅被我清空了, 江渴花费了不少精力, 重新布置了一番, 我熟悉的布局和装饰完全换了, 就连院子里的薔薇都拔掉了, 我进院子的时候, 赵管家从黑暗中摸出来迎接, 我扫视院子, 薔薇不见了, 是啊, 江渴说看着太俗了, 他压根不懂少爷的心思, 就因为他以前一句无心地喜欢薔薇, 少爷就栽了三年的薔薇, 赵管家多少有点心疼薔薇花海, 哇, 嘖嘖两声, 干净利落往别墅走, 傅少孩在客厅坐着, 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 好久没动了, 所以我才急着让你来看看, 赵管家心急, 我推门而入, 果然看见傅梦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 脑袋低垂着, 我过去一瞅, 他果然睡着了, 手掌无力抓着一张照片, 照片是我当初陪他参加聚会被拍下的, 或许是聚会上的摄影师拍下给他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张照片, 不过, 我当时真漂亮, 我果断收进了自己的包里, 有空拿回去裱起来, 让我三个仔仔天天欣赏他们美丽的妈咪, 陆夫人, 要叫醒少爷吗? 赵管家巧声问我, 我摇摇头, 坐在了傅梦旁边, 又一次哈欠连连了, 困死我了, 赵管家看看我又看看傅梦, 笑着出去了, 我倒在沙发上就睡, 傅梦的身子也倒了下来, 等到日上三干, 我睁眼醒来, 看见傅梦站的笔直, 正被对着我看墙上的相框, 相框里是姜可的写真照, 我打着哈欠坐起, 不等开口, 傅梦冷冰冰冰道, 出去, 傅梦的声音带着寒风刺骨般的冰冷, 我放大招, 昨晚姜可在酒吧的女厕, 跟一个男人搞在一起了, 傅梦猛地回头, 双目赤红, 宛如一头暴怒的野兽, 你说什么, 我说, 你的姜可跟野男人在酒吧的女厕乱稿, 我复述一遍, 傅梦震怒, 两步逼近, 死盯着我, 你再说一句试试, 不说, 我低头穿鞋, 傅梦深呼吸, 扭头看躲着偷看的赵管家, 赵叔, 你让他来的, 谁允许你擅自做主的, 少爷, 姜可真的很奇怪, 他离开的奇怪, 回来的也奇怪, 赵管家提议, 少爷, 现在傅家你全权做主, 请你务必调查, 一下姜可, 他将家跟我们傅家看似友好, 可在利益面前, 在友好也会变成敌人, 闭嘴, 傅梦阴沉着脸, 我问你, 是不是你让陆小野来的? 是, 赵管家流了冷汗, 看在你服侍我傅家二十多年的份上, 我不罚你, 但陆小野从哪里来? 你带回哪里去? 傅梦冷然, 甩手, 赵管家一个字不敢说了, 我穿好鞋起身, 点点头, 我自己走, 不劳烦你赶了, 我朝着门口走去, 又回头看赵管家, 老赵, 你也看见了, 不是我不劝啊, 是傅少比较有主见, 反正我人来了, 你那六百万还是得给我, 六百万, 傅梦眯起了眼睛, 嘴角满是嘲讽, 陆小野, 原来你来又是为了钱啊, 也能理解, 毕竟要养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 赵管家惊呆了, 难以置信地看我, 我大方承认, 是, 我离一带三娃, 傅少你早就说了, 不在乎我任何事情, 我当好替身就行了, 难道我这个替身不合格吗, 合格, 太合格了, 傅梦越发阴沉, 你给我煮姜汤, 唯我跳舞, 帮我选西装, 唯我留短发, 都太合格了, 可惜, 全是为了钱, 他用眼神逼试着我, 似乎要我承认, 又似乎要我反驳, 赵管家轻轻推了我一下, 示意我啥都别说, 上去报傅梦, 可我没报, 因为我不爱他, 我只爱钱, 是的, 我就是为了钱, 我点了点头, 傅梦露出一副了然的模样, 眼中飞快闪过几分失落和哀伤, 那你为什么还不走, 他转过身, 不再咄咄逼人, 只剩下虚弱无力, 我抬脚就走, 结果迎面碰到了姜可, 他突然回来了, 我们四目相对, 他愣了愣, 一瞬间就红了眼眶, 委屈地看着傅梦, 傅梦本能地上前抱住他, 可儿, 别哭, 陆小爷只是来拿东西的, 他忘了东西, 什么东西, 姜可吸着鼻子, 质问, 傅梦没答上, 我摇摇头, 无关紧要的东西, 或许是落在酒吧的女侧了吧, 姜可脸色大变, 又瞬间恢复哀怜, 陆小爷, 我不想听见酒吧两个字了, 你可以不要再提了吗, 陆小爷, 在姜可面前, 永远不要提酒吧, 傅梦冷冽地下令, 呵呵, 你自己都提了, 我一句话不说, 大步走人, 姜可却又开口, 等一下, 我知道陆小爷忘了什么东西了, 我大惑不解, 我真忘了东西, 傅梦也诧异地盯着姜可, 姜可自顾自地走进了别墅, 从电视墙下的柜子底部, 抽出了一个木盒子, 木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达照片, 姜可抓起那一达照片笑问, 是不是这个陆小爷你的照片, 很多哦, 我有点茫然, 我啥时候拍过这么多照片, 这些照片是我拍的, 陆夫人并不知情, 赵管家解释, 快速看了一眼傅梦, 傅梦脸色淡然地跟姜可解释, 当初看陆小爷实在像你, 我有心怀念, 所以让赵叔拍了他很多照片, 忘记扔了, 原来是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喜欢他呢, 姜可如是重负, 这些照片看来是偷拍的, 不道德, 还是烧了吧, 他将照片递给了傅梦, 赵管家一急, 不如送给陆夫人吧, 就当此别理了, 偷拍的怎么能送人, 还是烧了吧, 姜可语气温柔, 傅梦看了我一眼, 转身去拿打火机, 在大家的注目中, 他打着了火机, 举起了照片, 我看见了照片上的自己, 穿着高跟鞋旋转的自己, 在厨房煮姜汤的自己, 在花园里清秀蔷薇的自己, 傅梦的打火机在轻颤, 火苗跳跃着, 还没有触碰到那些照片, 还是给我吧, 挺好看的, 我走了过去, 傅梦手不颤了, 火苗熄灭了, 姜可却挽住了他的手臂, 撒着胶, 傅梦, 快烧了, 我吃醋了, 以后只能拍我, 傅梦脸色紧了紧, 目光凝视着我, 我伸手, 给我背, 烧了可惜, 不准给他, 快烧了, 我都没拍过这么多好看的照片, 姜可加重了语气, 他不耐烦了, 不装温柔了, 傅梦盯着我, 又看着他, 最终火苗再现, 一缕热气在空气中飘散, 随之而来的是旺盛的火焰, 我的那些漂漂亮亮的照片, 在火焰中复之一具, 好可惜, 那么, 走吧, 我离开了傅梦家, 无人挽留, 姜可在咯咯笑, 给了傅梦一口, 赵管家在叹气, 探那一地的灰烬, 我没有回头, 步伐坚定地走了下去, 一如当初的宴会, 傅梦抛下我去找姜可的模样, 我的美好日子又开始了, 这一次, 真正的无人打扰了, 就连赵管家都没有再找过我了, 只是有一天, 深夜回到家, 王沈还没睡, 跟我说起了白天的事, 真是奇了怪了, 白天老有个男人在附近转悠, 失魂落魄的, 好几次想来敲门又离开了, 吓死我了, 我听得心里一惊, 赶紧查看监控, 赫然在监控里看见了傅梦, 她黑衣黑帽, 戴着厚厚的口罩, 在我家附近徘徊了许久, 她不像作贼, 像是来找我又迟疑, 最终在夕阳的暖光中消失不见, 可能是个迷路的人吧, 不怕, 我安抚王沈, 让她去睡觉了, 我自己也洗个澡睡觉, 不去多想, 一日, 傅少爷跟江小姐联姻一事轰动全程, 据说, 青一色的劳斯莱斯迎亲车吸引无数看客, 导致光明路堵了三公里, 至于别的密心, 我们寻常人就不得而知了, 只能祝他们幸福了, 一年后, 我又听到了傅梦的消息, 我是在全城最高档的酒吧里听说的, 这个酒吧高大上, 吸引了无数富二代来玩, 我来这里常住, 自然能听到一些二代圈子里的事, 听说了吗, 富氏集团出现了财务危机, 周家正在疯狂打压富家呢, 据说周公子早就跟江小姐有一腿了, 江小姐征服了富少, 富氏集团凉了, 太扯了吧, 一个江可就能灭了富氏集团, 你呀傻吗, 这明显是江家和周家设局, 江可只是诱饵, 让富梦上套的, 我听得惊奇, 看来赵管家的预感没错, 江可确实不对劲, 他为了当幼儿, 都嫁给富梦了, 富家再怎么精明, 也料不到儿媳妇这么狠吧, 加上江家和周家联手打压, 富家不良都奇怪, 又过了两个月, 新的消息来了, 富氏集团破产了, 破产来得如此迅猛, 以至于圈子里都发生了大地震, 二代们都在议论这件事, 听说富氏集团的股东大会上, 富少爷当场, 气得吐血, 太惨了, 江可也太贱了, 真他妈是个婊子, 须可别乱说呀, 大家议论着, 又不敢说全, 藏着掖着, 似在忌惮什么, 我知道, 富梦完了, 半个月后, 一个裹着厚厚大衣的老头来找我, 我看了他半天才认出是赵管家, 赶忙开门迎了进来, 陆夫人, 老爷跳楼了, 赵管家的声音是沙哑的, 他胡子拉叉, 满脸欺燃, 我抿了抿嘴, 富梦的父亲跳楼了呀, 他是富氏集团的主心骨, 他都跳楼了, 那说明事情毫无挽回之力了, 我能做什么, 我给赵管家倒了杯水, 赵管家不喝, 他扯动着干涩的声带, 去见见少爷吧, 他病入膏肓, 没几日活了, 富梦病了, 是啊, 集团破产, 父亲跳楼, 众叛欺离, 江可更是早已出轨, 他太会算计了, 三年前就在算计了, 嗨嗨, 赵管家流下了热泪, 周家更是谋划了十年, 终于等到了机会, 周化早就跟江可勾搭在一起了, 江可回国的消息是周化故意告诉少爷的, 赵管家悲痛地诉说着, 我想起了那次宴会上跟傅梦传话的人, 再联想到酒吧, 女侧那个跟江可苟且的男人, 不由恍然大悟, 原来都是局啊, 我就说女侧那个男人的声音怎么耳熟呢, 原来是他, 周家, 少爷, 周化, 我沉默了, 陆夫人, 你去见少爷最后一面吧, 不然他死不瞑目, 赵管家最后哀求, 我点了点头, 我开着车, 载着赵管家出发, 目的地竟然是一家牙医诊所, 里屋的门紧闭, 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赵管家敲门, 一个牙医打开了门, 将我们迎进去又警惕地看看屋外, 再将门锁上了, 我看见了拔牙床上躺着的腹帽, 他脸色惨白, 双目紧闭, 睫毛不时颤抖一下, 整个人死气沉沉, 早已没了当初的意气风发, 纵然我不爱他, 见他这般模样, 也难免心有戚戚, 他好歹是我的恩人, 我坐在床边, 赵管家和牙医拾去地退到了外面, 沉默片刻, 我开口, 傅少, 我来了, 傅梦猛地睁眼, 那赤红的眼睛中燃起了亮光, 他正正地盯着我, 嘴巴张着, 似有无数话语想说, 可最后只是释然地笑了, 你果然不爱我, 你只是可怜我才来的, 你眼中没有爱, 他明明很虚弱了, 话语声却很响亮, 或许是回光返照了, 我又沉默了, 傅梦开始无力地喘气, 他伸出手试图摸我的脸, 可力气不够, 手掌抬起右垂下, 我抓住他的手, 放在了我脸上, 他突兀地流下泪来, 陆小野, 我生日那晚喝得烂醉如泥, 一醒来看见你坐在身旁, 我突然觉得, 你不像他, 他不会陪我一晚的, 我没有陪你一晚, 我定了闹中庄的, 我给他擦擦眼泪, 我知道, 所以你很可爱, 傅梦在笑, 眼泪一直流个不停, 可爱也是装的, 我想要你的钱, 我抓起旁边的水杯, 试图给傅梦喝一口温水, 他摇头拒绝, 脸色凄然, 你什么都装, 为什么不装一下爱我, 装不出来, 我放下了水杯, 傅梦轻轻点头, 闭上了眼睛, 像是睡着了, 可他又突然询问, 你有没有某一刻对我动过心, 有的, 如果那天宴会, 你去找姜可的时候, 回头看我一眼, 或许我就动心了, 我将视线垂下, 藏住了我过往的一丝悸动, 傅梦咳缩了起来, 猴头里, 发出不连贯的笑, 这样啊, 这样啊, 我以为, 我很爱姜可, 我以为我不能没有她, 所以我没有回头看你, 她的眼睛又睁开了, 但愈发得浑浊不堪, 别说话了, 好好休息吧, 我轻声安抚, 她不休息, 双目大睁着注视着我, 陆小野, 你的三个儿子很可爱, 如果能重来一次, 我见到他们一定会抱住他们, 我要告诉他们, 我想当他们的爸爸, 他的手掌从我脸上滑落, 打在了我的腿上, 赵管家冲了过来, 失声痛哭, 少爷, 傅梦死了, 我坐着看他, 看了许久, 直到牙医给他盖上了白布, 有时候, 人的生命就像蔷薇一样脆弱, 说没了就没了, 富士集团仿佛一朵浪花, 消失得无影无踪, 人们热议一阵, 便不再关注, 我三个月后再去酒吧打碟, 已经没有二代们讨论这件事了, 傅梦就像我那一打被烧掉的照片, 只留下一堆灰烬, 然后起风了, 灰烬变也没了, 但姜可还在, 周化也还在, 我在厕所解手的时候, 听见了姜可的声音, 妈的, 三个月了, 终于能出来解闷了, 老不死的也不知道怕什么, 天天管着我, 姜可的高跟鞋踏在厕所地板上, 发出响亮的声音, 一个男生笑道, 还不是怕影响不好, 我都戴口罩呢, 免得别人认出我打我一顿, 咱们害死了傅梦, 小心遭报应, 怕个屁, 傅梦死有余辜, 早点交出集团大全部就行了, 非要我们两家正面出击, 姜可骂骂咧咧, 周化怪笑, 嘖嘖, 你一点都不爱傅梦啊, 好狠哦, 我当然爱他, 但被你勾引了, 谁让你每次都让我觉得刺激呢, 姜可浪笑了一声, 周化当即来劲, 一把将姜可推进了厕所隔间, 我的耳朵又被玷污了, 但没被玷污多久, 又来了一个人, 我以为是女客人, 但对方直奔, 姜可隔间而来, 敲了敲门, 姜可大骂, 有人, 对方不理, 继续敲门, 姜可气急败坏, 打开门臭骂, 有人, 逆龙, 他的话戛然而止, 我正疑惑, 却听他惨叫一声, 几乎同时, 周化也惨叫了起来, 救命啊, 救命啊, 惨叫不断, 可酒吧里正播放着重金属音乐, 整个酒吧都充斥着嘈杂声, 姜可两人的叫声, 根本无法传出去, 呲呲呲, 一刀又一刀, 刀刀刀肉, 我听得冷汗直流, 意识到隔壁正在杀人, 我一动不感动, 而姜可最后的声音极其虚弱, 赵金, 你, 他没说完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我知道是赵管家在杀人, 他折服了三个月, 等到了这个机会, 终于, 他杀完了, 不知道捅了多少刀, 随后是沉重的脚步声, 他离开了, 片刻后, 两个女生进来, 发现了惨状, 尖叫出声, 我拉开门快速跑了出去, 没敢看一眼, 警察来后, 我被带到了警局, 遭到了多番盘问, 我一一配合, 但不说是赵管家杀的, 警察还是很快抓到了赵管家, 但赵管家欣然赴死, 他想必也是想死的吧, 一年后, 我去公墓祭奠父母, 他死后, 还是有亲戚收了事, 草草埋葬在了公墓, 最不起眼的角落, 这里枯枝败叶最多, 人流最少, 显得暗沉沉的, 我帮他扫墓, 然后摆上了祭品, 最后放上了一束蔷薇花, 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 墓碑上都染了一抹暖光, 这抹暖光让我出神, 傅梦啊,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抹暖光, 可惜暖光亦是, 像这夕阳一般, 片刻之后便会引入黑暗中了, 若重来一次, 你会一直亮吗?